下贱真没想到 自己在遗元歌舞厅一干就是三个多月 这期间虽然发生好多件事 但都解决得比较圆满 现在的下贱 工作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而且在工作的时候还有美女相伴 下贱还真有点爱上这儿了 这天晚上客人走得都比较早 可能是天慢慢变冷的原因 下贱看了一眼手上的电子表 这才十二点刚过 好多房间都已经空了下来 没事干的服务员坐在一楼的大厅里开始聊天 照这样下去 这遗元的生意会越来越差 下贱不由得担起心来 万一这儿不行了 他可又要走路 就不知这儿的老板是怎么想的 听说这儿的老板还是个女的 可下贱来了几个月了 连一次面也没有见过 看来是自己的级别太低 没引起老板的注意 他可得好好奋斗 兄弟 好久不见 一个声音在下贱的身后响了起来 正在发呆的下贱荒忙一转身 身后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哪个张腾 这家伙怎么神出鬼没的 什么时候走到他的身旁呢 他都一点不知道 看来这个安保部长做的还是有点失智 下贱站了起来 盲笑着说 张哥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没看到 呵呵 你当然看不到了 我是刚进的门 是这样的 龙哥明天请你去趟龙泉山庄 想和你叙叙旧 顺便吃个饭 中午十一点 我在北山公园门口接你 记住别忘了时间 张腾说完 不等下贱说话 便转身离开了 这那儿是请人 简直就是来下命令吗 下贱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 这个人他惹不起 最好还是去一趟为好 要不他在这儿待着 可能不安宁 部长 是不是有人请你吃饭 那带上我呀 方方一脸调皮地冒了出来 这女孩 人不但长得漂亮 性格又随和 和下贱相处得非常不错 下贱正想开的玩笑时 周莉走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方方 有点不高兴地说 人家去吃饭 干嘛要带上你 你是他女朋友们 方方一听 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白皙的脸上 还映出了红韵 女人心 海底针 下贱反正是弄不懂 剑周莉坐在了下贱身边 方方只好走开 这是员工对领导 最起码的尊重 刚才好像是龙哥的人 你如果难为就不要去 我告诉我们老板 有老板给你撑腰 我们不怕他 周莉一脸的微笑 下贱发现这个女人 最近看她时 眼睛里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 有女人关心 是件幸福的事 下贱忙摇了摇头说 不用 这是我的私事 不麻烦老板 下贱说这话时 心里在想 老板 我只知你们 说老板是个女人 但老板是个老女人 还是小女人 面都没有见过 人家会管我这破事 哦 你以前就认识龙哥 还是当心点 咱们可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周莉有点惊讶 下贱点了点头 慌忙转开了话题 周经理 这里的生意越来越差 甚至该想个办法 这样下去 可不行 什么周经理 我不是早都说过了 没人的时候 叫我周莉好了 周莉说着 私下看了一眼 下贱听在心里 暖暖的 来富川市大半年了 终于有人把她当人看了 尤其还是 这么漂亮的女孩 周莉顿了一下 接着说 这是你放心好了 咱们老板也有对策 整个富川市的歌舞厅 面临着一次更新换代 这是时代的进步 下贱听得有点不是很明白 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好了 你早点走吧 这儿我看着点 今晚我不回去了 明天早上 要在附近办点事 周莉在下贱的肩膀上 轻轻拍了一下说 下贱简直是快晕了 当门口传来两声 汪汪的叫声时 下贱有点难舍的翻身下床 这是她一直的习惯 虽然说她每天睡觉都快三点多了 但早上必须七点钟起床 她要和小黑一起晨练 不过中午吃完饭 她还能再补两小时的叫 别急 来了 下贱忙给门外的小黑打着招呼 这家伙简直就通人性 每天都来叫下贱起床 而且 这时间把握的 几乎不差分秒 院子里 老肖还是打着她那套太极拳 东边客房的门 有点半开着 下贱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这个肖小她 有段时间没见了 你说这人怪不怪 一见面两人就互掐 见不着下贱心里还蛮想的 想个屁 人家好比是天鹅 自己充其量 就是一只青蛙 下贱心里暗朝着自己 以带着小黑跑了出来 深秋的公园内 到处铺着黄黄的落叶 人踩上去 发出沙沙的声音 小黑长得是越发威武 一般人见了 都会躲着走 下贱最近用尽了全身解数 现在他都不知道 该如何训练这家伙了 突然小黑狂叫着 朝前追去 下贱不由地心里一惊 这小黑是发现什么了 这家伙一般不会瞎叫的 肯定有问题 下贱不敢多想 撒腿就跑 直朝小黑跑的方向 追了上去 在公园的转角处 眼前的一幕 让下贱看傻了眼 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 正和小黑嬉闹着 美女一身白色运动短衫 就连鞋子也是白的 远远望去 映着清晨的阳光 美女如同刚下凡的仙子 肖小 等下贱看清楚时 她的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贱还是不见 下贱正犹豫时 肖小已发现了她 朝她招了招手 意思是 让她过去 没办法 下贱只好硬着头皮 朝肖小走了过去 小黑高兴地 在两人之间跳来跳去 都是这个坏家伙 要不自己 也不会到这儿来 怎么 我会吃了你的肉 肖小看了一眼 有点不自然的下贱 嬉笑着问道 下贱有点紧张地 用手抓了一下头 小声地说 没有啊 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 所以不敢过来而已 自己这是怎么了 遗远那么多美女 而且每天都是近距离接触 她也没有紧张过 难道这个肖小 真有这么怕 肖小走近 微微一笑说 多日不见 长白了不少 看来工作的还挺不错 嗯 还过得去 下贱就如一瓶牙膏 挤一点出一点 连她自己也觉得难受 肖小活动了两下胳膊 接着踢了两下腿 有点不悦地问下贱 你是不是看我回来了 就不高兴 你可别忘了 老肖我喊她爸 你就算你跟她再亲近 也只能喊她老肖 还有你住的 可是我的卧室 如果我不高兴 你还真住不了 本来没什么事 下贱一直努力地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可是她今天就是不争气 面对心里念念不忘的 肖小时 她却无话可说了 是不是自己太在意人家 随便 你不想让我住 尽管说话 我立马搬走 牛脾气又上来了 压也压不住 下贱说出这一句话时 难免有点后悔 肖小看下贱对她 不冷不热的 本想将她一军 没想到 这家伙根本就不吃她那一套 她气得怒喝道 现在牛皮了 长本事了 哪就走啊 公园内晨练的人们 被肖小这一声吓到了 有人不住地朝这边张望 下贱见肖小真火了 她也一时无话可说了 都怪自己这张笨嘴 刚才要是多说两句好话 那场景一定好美 肖小怒气冲冲地走了 就连小黑也为了讨好她 丢下下贱 跟着她一起走了 下贱的心里 不由得失落极了 北山公园的偏门口 上午11点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准时停放在了哪里 夏贱确实吃了一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哥会派车来接她 龙泉山庄 好像武侠小说里 经常出现这个名字 不过这里确实不一般 首先远离市区 一山旁水溅在 富川市的风景区内 内部构造 房古式建筑 现代化设施 张腾带着夏贱 来到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 院子里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 简直是人家天堂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正在打拳 拳拳升风 招招威武 看得夏贱有点发呆 过来小兄弟 一套拳打完 中年男子朝夏贱招了招手 夏贱还以为人家专注打拳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 他来这武书所说 耳听六路 眼观八方并非是空穴来风 中年男子中等身材 不胖不瘦 但看起来很结果 想必这就是练武的作用 这男子有点面熟 尤其是他的一双大眼睛 看人的样子 夏贱感觉在哪见过 怎么不认识我了 老赵啊 就是哪个赵隆隆 中年男子热情地自我介绍道 夏贱脑子飞速地转动了起来 他不由道 哦 魏医生 这赵隆隆不就是龙哥吗 他怎么这么傻 今天不就是来找他的吗 不过他确实没有想到 这龙哥会如此的平衣近人 龙哥拉着夏贱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了下来 张腾识趣地退了出去 哈哈哈哈 小老弟呀 看来老哥长的是没有特点 我们都见过面 你也不认识 龙哥大笑着 给夏贱亲手沏了一杯茶 夏贱有点惶恐地接住了茶杯 盲笑道 龙哥那天受伤了 又是傍晚时分 所以没看清 那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又活过来了 而且还东山再起了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但知恩图报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有什么事 尽管招呼一声 我赵隆隆办不到的 我还可以找别人替你去办 龙哥说这话时 一脸的严肃 看来说的是真心话 夏贱人没什么本事 天生一副傲骨 这要是换了别人 那还了得 攀上龙哥这棵大树 在富川市最起码 不会受人欺负 可夏贱认为 自己不需要这样的保护 龙哥客气了 哪是是碰巧 这要换了别人 一样也会救你 这是以后就不用再提了 夏贱也是一脸严肃 龙哥的脸色 微微一颤 他没有想到 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 对他这么大的恩师 却无动于衷 要么就是 听别人说了闲话 要么 这小子 就是个傻子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夏贱慢慢地喝着茶 心里一直在想 他现在能有今天 全是老肖的帮忙 这种生活对于他来说 已经满足 龙哥先不管他是好是坏 但第一次碰到他 就差点连累到了老肖 所以龙哥这种人还是要远离 兄弟 你是不是在外面 听到什么了 那都是瞎说的 龙哥也是人 不是什么怪物 前段时间 生意场上发生了点事情 有人给我栽赃 想灭我口 还好有兄弟你出手 我才保住了这条命 还是公安给力 还我一个清白 现在我是合法的生意人 非速商贸的总经理赵龙龙 龙哥说到后面 竟然激动地拍了拍胸膛 夏贱放下手里的茶杯 双拳一抱 连声说 恭喜龙哥 这些天 在宜然上班 他可没有白上 带人接物 礼仪方面的东西 他还是学到了不少 客气了兄弟 听人说你在宜然上班 哪地方云木混杂 不好 到公司来吧 我正确认手 龙哥拍了一下夏贱的肩膀 夏贱心里咯噔一下 到你这儿来 给你做打手啊 我可不干 一想到此 夏贱慌忙说 不用了龙哥 哪里挺好 美女多 我喜欢 夏贱一着急 竟然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 哎呀 我这兄弟 还真是石成人 放心 有事业了 美女多的是龙哥一脸的大笑 他也没有想到 夏贱竟会这样说 就在俩人里一句 我一句扯得正热乎实 张腾快步走了进来 压低声音说 龙哥 人都到齐了 可以开始了 兄弟 今天是我们飞速商贸 重新启动的好日子 富川市有同面的人 应该都会来 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他们 这对你将来在富川市发展 会有很大的帮助 龙哥说着 抓起夏贱的手 朝外就走 夏贱一听 急了 忙说 龙哥 我可以跟你出去 但你不能介绍我 也不能提我救你的事 否则我就不出去 好吧 真是头降驴 我去换换衣服 龙哥有点生气地 丢下夏贱走了 张腾看着夏贱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可是多少人 想抓住的机会 可这小子却 龙泉山庄的宴会大厅里 摆了二十多桌 等夏贱出去时 每桌上 几乎全坐满了人 正中间的一桌 留了几个位子 张腾让夏贱 坐在了哪里 一会儿 龙哥换好衣服 走了出来 他一边走 一边高声地说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 大家随便畅饮 我赵龙龙一会儿 亲自给各位敬酒 一时间 大厅里掌声雷动 场面热闹极了 这个龙哥 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为什么会有 如此大的威力 等夏贱发现时 龙哥就挨着他坐了下来 原来这桌是主桌 桌上坐的应该都是重要宾客 没想到自己想夺也来不及了 夏贱猛一抬头 惊讶地差点叫出了声 他正对面坐的 不是别人 正是萧小 他一身粉红色连衣裙 白里透红的脸上 一双大眼睛 瞪得像两只鹅蛋 萧小看来 也是一样的惊讶 坐在萧小身边的 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 男子五短身材 体型微斐 尤其是几根快要掉完的头发 输的是油光赠亮 赵总 你身边这个也是谁啊 能和你坐一起 应该是个人物 但他这么年轻 又在富川市 没怎么见过 坐在萧小身边的中年男人 忽然发话 这样下贱 心里很是不爽 管你屁事 我是谁与你合肝 老子又没有招惹你 龙哥呵呵一笑说 这位呀 是我的好兄弟 还没出来做事 以后大家好好关照 就是 尤其你冯总 这富川市的产业 可有一大半都是你的 赵总客气了 以后还要相互联手 把生意做大做远才事 还有我们这位漂亮的萧总 有机会多和我们生意人走走 总不能只认识当官的吧 这个冯总 忽然话头一转 直指萧小 萧小脸色微微一变说 冯总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跟什么人来往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就因为上次有单生意 没有跟你合作吗 也不至于这么机场小度吧 萧小也不是好惹的 这一张嘴说的哪个冯总是满脸通红 这种场合 主人应该出来充当何事老 可要下见漫漫 没有想到的是 龙哥竟然哈哈一笑说 冯总啊 你也太关心萧总了 他与什么人来往 这你都能搞清楚 怪不得我们打交道 一直输的都是我 本来是一场欢庆宴 这样一来 气氛顿时变了 还好其余桌上的人 都没有受这桌的影响 照样大吃大喝 气氛异常热烈 萧小的另一边 坐着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 厚厚的坟底下 一双迷人的眼睛扑朔迷离 她谁也没看 自顾自吃着 忽然冒出了一句 能傍上高官也要资本 那妖娆的身躯 细细的腰 还有丰满的屁股 你们谁有啊 我的个天 这说的不是萧小 还能是谁 夏剑看了一眼睁对面的萧小 他确实有这个字笨 萧小的脸上 乌云密布 眼看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 龙哥点燃了战火 这时他一声不吭 全然一副观战的样子 夏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团 怎么办 这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难道萧小真是他们说的这样 就算是他也得想办法帮她 不管怎么说 她是老萧的女儿 哪个冯总 半侧着个身子 一副色眯眯的眼睛 在萧小的身上打量着 这人也是唯恐不乱 看着萧小出丑 桌子上的其他人 可能是觉得此事关系甚大 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就算是开句玩笑也好 时间仿佛就要停止了 夏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万一萧萧忍不住发怒 这不等于红泥扒掉裤裆 不是死也是死了吗 忽然一只苍蝇飞了过来 在饭菜上盘旋 夏剑集中生智 大喝一声 该死的苍蝇 身子往前一扑 假装站不稳的样子 右手暗中用力 在一盘糖醋鱼上 用力一推 糖醋鱼飞了出去 刚好扣在坐在 萧小另一边女人的胸前 汤汁溅了开来 弄得哪女人满脸都是 整整一桌人都平住了呼吸 大家想笑又不敢笑 这情况发生得太突然 那女人愣了一会儿 这才大叫了起来 我的衣服 我的脸啊 这声音有点恐怖 整个大厅的人都听到了 呼啦啦全涌了上来 大家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大厅里 场面失去了控制 哪些站在外围的保镖 全都扑了上来 他们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不成 乘着混乱 夏剑悄悄地 窜到萧小身后 拉起他就跑 一口气跑出了龙泉山庄的大厅 萧小指了指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让夏剑坐了上去 然后他自己驾驶着 朝室内开去 车内两个人 谁也没有说话 都想着各的心事 车子在经过一片小树林时 萧小把车停了下来 然后对夏剑微微一笑说 回去还早 在小树林咱们走走 萧小忽然变得如此温柔 让夏剑有点弄不清状况 深秋的太阳 穿过树梢 照在人身上 非常的舒服 萧小被靠在一棵大树上 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问站在他旁边的夏剑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剑 被人在这种场合嘲讽 剑 不知从何说起 难道这是是真的 萧小真棒什么高官 夏剑一脑子的胡思乱想 这人也太复杂了 表面看上去 这城里人的套路却太深 看来还得回农村去 你看 我是不是被那个骚货给气糊涂了 给你说这些干吗 萧小说着 神情有点萎靡地坐在了树下 一阵秋风吹过 树上的黄叶沙沙地飘下 夏剑不由地浑身一哆嗦 这天气慢慢开始变冷了 坐在树下的萧小 双手紧抱着双肩 看得出她也有点冷 袁湘西域是男人的本性 夏剑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之前 她对萧小有着甚多的反感 但当这个女人当众碍入时 她夏剑岂能袖手旁观 夏剑脱下自己的外套 轻轻地盖在了萧小的胸前 被感动了的萧小 朝下剑点了点头 示意夏剑坐在她的面前 你今天为我出面 可得罪人了你知道吗 萧小微笑着问夏剑 如果这个女人对自己一直都是这么温柔 那她可要没死了 夏剑心里想着美事 但还是没有忘了对萧小的问话 摇了摇头 一个女人 得罪了她又能怎样 傅川氏这么大 大不了躲着点她就行了 这是夏剑的想法 萧小网纸里坐了一下身子 叹了口气说 事情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女人叫朱惠 您的礼是天兰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实质就是冯天赋的情妇 冯天赋便是天光集团的董事长 前段时间 因为生意上的一些事 差点把赵龙龙送上了天堂 记着 此人心黑手狠 听了夏剑 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这里面的事情 竟然如此的复杂 不过她有点搞不懂 萧小为什么会给自己说这些 这和我有产戏吗 夏剑一脸的不解 萧小站了起来 把衣服丢给了夏剑 然后一脸严肃地说 要想在傅川市出人头地 这些人将来肯定会打交道 除非你当一辈子的苦力 说变就变 难道这女人会读心术 自己想什么她也知道 夏剑顿时赶到 自己原来并不聪明 萧小驾着车 一路飞奔 夏剑觉得她又变回了原来的萧小 快到一元时 萧小一个急杀 把坐在后排的夏剑 差点摔到了前排 本来打瞌睡的夏剑 惊呼一声说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真是一头猪 记住 今天的事不许给任何人讲 尤其是我爸 还有这个龙哥 我不知道你没有多深的矫情 但此人你一定要保持距离 丢下夏剑 萧小一踩油门 红色轿车呜呜两声 已没了身影 这是关心 还是命令 夏剑真的搞不懂这个萧小的脾气 明明一脚油门 就可以把自己送到医员门口了 可她偏偏要把她放在半岛 这个女人心里是不是有点变态 夏剑心里暗暗骂着萧小 忽然一愣 她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上班的 不会是老萧给她说的吧 这个老萧 给她说这是干什么 紧赶慢赶 等夏剑赶到遗员时 还是慢了几分钟 迟到对于她夏剑来说 还是第一次 她不想让周立看到 便迅速地跑到换衣间 慌忙换好了工作服 然后到各自的岗位巡查了一遍 像我刚上班 出外玩的人 所以几乎就没什么事 部长 我还以为你这顿饭吃不想来了 方方拌着鬼脸 从夏剑的身后冒了出来 这个女孩老是神出鬼没的 胆子小的人 还真受不了 幸好夏剑早都适应了 夏剑长出了一口气说 不上班吃什么 难不成喝西北风去 夏剑跟方方打去道 方方往夏剑身边靠了靠 压低声音说 那可不一定 如果有个大富婆看上你 你什么也不用干 照样也有用不完的钱 嘿 有富婆会看上我 俩说明只有一种可能 夏剑头一篇 做了个调皮的鬼脸 方方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没多少人往他们这边看 就挤得更近了 然后轻声问 哪一种可能 一股女人身上特有的清香味 迎笔扑来 夏剑不由地仔细看了一眼方方 这女孩和她一样年纪 人家早都当兵复原了 夏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 方方穿军衣时地洒脱样子 哎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方方轻轻地用胳膊碰了一下夏剑 夏剑这才回过神来 笑着说 除非这个富婆是瞎子 夏剑这句话 逗得方方 哈哈大笑 忽然 她用手捂住嘴 转身跑了 上班时间和下属说笑 这是违反管理条例的 周莉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夏剑的身后 夏剑慌忙站直了身子 笑着问道 周经理找我有事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这个女人最近说话老是怪怪的 夏剑一时也摸不清头脑 周莉看夏剑无言以对的样子 压低了声音说 到我办公室 有好事说完头 也不回的走了 好事 啥好事 夏剑真是莫名其妙 不过她看得出来 周莉不想让别人知道此事 所以她得悄悄地去找她 推开周莉的办公室 一股香喷喷的味道扑鼻而来 茶几上摆了几份炒菜 其中一份就是 夏剑最爱吃的小炒肉 她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这才感到真饿了 还不快坐下吃 周莉一脸的怪笑 夏剑是有点真糊涂了 这周莉又是怎么知道 她今天没吃饱饭的 初冬的傅川市 略带着寒意 身体壮如牛的夏剑 竟然还给感冒了 周莉说什么也不让她上班 按城里人的话就是吃药禁养 可夏剑怎么也禁不下来 一大早起床 并去跑步 有小黑的陪伴 夏剑跑得特开心 几圈下来 后背已稍稍贱汉 接着再活动了一下筋骨 夏剑顿时觉得这浑身很得劲 感冒也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回到院子里时 老肖已做好了早餐 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样子 夏剑心里忽然有一种无名的感动 虽然说她就过老人 还每天为老人干活 但他们毕竟无血缘关系 老人为她也付出了不少 傻坐着干什么 再不吃就凉了 老肖微笑着坐了下来 一脸的亲切 夏剑喝着可口的稀饭 忽然抬头对老肖说 老肖 要不从今后 我叫你爷爷好不好 夏剑一脸的真诚 这从夏剑的嘴里说出 还真有点不容易 老肖摇了摇头说 不 我们是有约定的 这称呼的是不能变 吃完饭好好睡一觉 我看你这感冒也就好得差不多了 老肖说完 转身回房去了 这个倔老头 平白无故多个孙子还不好 夏剑心里暗暗地说了这么一句 哟 还有饭吗 忽然 萧萧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这女人好像一点都不怕冷 红色上衣 下身还是红色短裙 不过夏剑发现 她那两条眉腿上 多了一双诱人的黑色丝袜 不等夏剑招呼 萧萧便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 一脸的微笑 夏剑觉得 这个女人变脸快 她最好是不要轻易招惹她 你真没吃早饭吗 要不我给你再做点 老萧从房里走了出来 萧小慌忙站了起来 笑着说 不用了吧 我吃过了 我是想和夏剑开个玩笑 没想到 这个小气鬼 吓得竟然不说话 你怎么早上过来了 夏剑一紧张 口不择言 竟然来了这么一句 萧小果然脸色一遍说 这是我家 我想什么时候过来 就什么时候过来 难道还要跟你请示不成 都怪自己多嘴 吃你的饭的了 夏剑暗暗骂着自己 今天天气不错 我带你们出去逛逛 萧小笑着说 老萧活动了一下胳膊 点了点头印道 是该出去走走了 再不动 这骨架子都要生锈了 那我们就去爬山 萧小看了一眼 没有吭声的夏剑 大声说 哎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别顾着吃了 这感情 我们中还包括了自己 夏剑心里不由得暖暖的 他忙摇了摇头说 我就不去了 我还要上班 你照顾好老萧 和小黑就行了 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矫情 其实夏剑心里特想去 静虎说 你不是感冒了在家休假吗 上啥班啊 萧小力声问道 夏剑一愣 心里想 自己休假 他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这老萧 昨晚给他打的电话 也不至于吗 不过夏剑还是有点不解地 追问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的 少废话 去还是不去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萧小眼睛一瞪 看样子又要发脾气 夏剑慌忙站了起来 拿上碗筷跑回了厨房 老萧摇了摇 故意大声地说 拿我们就去爬山 夏剑也一起 谁也不能拉下 老萧啊 我想借今天有空 往家里寄点钱 这不还有一月就要过年了吗 夏剑还在为自己的哪一点面子 死撑着 胡乱找着借口 萧小几步跨到厨房的门口 大声喝道 你是猪吗 道友局门口 我停一下车不就完事了 这个女人 发起未来一点淑女的样子也没有 还是什么萧总 夏剑心里暗骂着 萧小驾驶着他哪辆红色小轿车 夏剑坐在前排 老萧和小黑坐在了后排 车子正准备发动时 一个老头牵了一只大黄狗走了过来 一看见车内的老萧 忙打招呼道 萧哥 你这是一家人去玩啊 前排这后生 应该是女婿吧 不错 真般配 后排的老萧脸上乐开了花 胡乱地答应着 前排的萧小用眼睛飘了一眼夏剑 不觉得脸上微微一红 夏剑刚好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他不由得心里乐开了花 这要是真的 那该多好 虽然说这萧小比他大了两三岁 但他长得比人家成熟 如果不说 一般人会认为他比萧小大 唉 别做美梦了 邮局到了 萧小很轻地把车停了下来 朝正在闭目养神的夏剑喊道 夏剑慌忙起身 脸上微微一烫 心里想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妖精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有三月没往家里寄钱了 夏剑是想攒到一起了 再寄过去 也好让家里人高兴一回 三多月的工资有一千八百块 这已经不少了 他犹豫了一下 从中抽出了三百 放在了另一个口袋 坐在一旁的萧小 一直看着夏剑 忽然他一伸手 一把抢过夏剑手里的钞票 动作飞快地数了一遍 小声说 太少了 马上要过年了 用钱的地方多 我给你再添点 萧小说完 根本不等夏剑表态 拉开身边的小包 抽出一叠百元大钞 放在了夏剑的那些钱中 毫无思想准备的夏剑 慌忙说 我不用你的钱 我这些已经够了 我说给你了吗 这是借 记着夏月发工资还我 萧小说完 生气地把钞票摔到了夏剑的怀里 这女人 什么都以她为中心 一时弄得夏剑不知所措 愣在了哪里 后排的老萧 长叹了一口气说 去吧 记着夏月还人家钱 还不是一样 有啥为难的 看你这眼出息 夏剑一见老萧发话了 赶忙应了一声 跳下车直往邮局跑去 这一下就寄三千块 家里人收到不知有多高兴 整个西平村也会轰动的 反正在夏剑的印象中 西村平还没有人寄过这么多的钱 夏剑填着会单 心里高兴极了 出了富川市大约一百多公里 已到了山区 萧小带他们来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什么旅游区 而是有人居住的山区 车子开到山脚下 就再也开不动了 大家下了车 收拾妥当 准备不行 萧小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大包 往夏剑怀里一丢说 这是吃的东西 你保管好了 你们先走 我换一下衣服 看来人家是有备而来 一包东西沉沉的 你人还真是麻烦 家里把衣服换好不就得了 还要到了这里才换 夏剑心里又开始发起牢骚 小黑撒着欢 在他们的面前奔跑着 老萧一脸的笑容 他一手握着简易拐杖 一手提着水杯 脚下却是箭步如飞 真不愧是当过兵的 夏剑都有点自愧不如 你们别走这么快啊 萧小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我的妈呀 夏剑不由得眼前一亮 一头长发 扎的蚂蚁疤 一身白色的运动衣 配了一双灰色的运动鞋 看上去既美丽又大方 这萧小简直就是个百变魔女 怎么变怎么好看 小黑跑了回来 冲着萧小汪汪地叫了两声 这小家伙 仿佛也在说萧小真漂亮 萧小走在最后 悄悄地抓住了夏剑的胳膊 让夏剑拉着他走 山路是有点不好走 但这才是哪到哪啊 要走到山顶 是不是还要我背着你走 夏剑心里默默地埋怨着 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长这么大 还没有这儿八斤地牵着女孩走路 而且这女孩 可不是一般的女孩 忽然 山路一转 出现了几间茅草屋 几只乌鸦腾空而起 说不出的一种阴森可怕 夏剑生长在农村 但这大山里还是第一次来 连绵的大山 一座连着一座 茂匿的树林中 踩出的一条山路 是通往后山的必经之道 爸 我们去年来时 这儿好像有人住 现在怎么这个样子 萧小指着几间茅草屋问老萧 他好像心里也有点怕怕的感觉 老萧回头看了一眼 走在后面的夏剑和萧小 脸色严肃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很有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 这里虽说环境不错 但住着总得生活老萧说着这话时 眼睛不停地四下张望 这地方你们来过 感觉怕怕的 夏剑回过头 小声地问萧小 萧小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喘着粗气说 是啊 去年我们来时 这里玩的人也很多 而且附近还有不少的村民 没想到一年的时间 电话竟然这么大 要不我回去算了 萧小感觉心里也没底 你们这些年轻人 真是胆小鬼 来了就必须进山 回去多没意思 快走吧 少说点话 留着力气走跑 老萧看来意志坚定 想回去是没有可能的 夏剑想想也是 这山里能有啥 自己堂堂男子汉 竟然还不如人家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 路越来越陡 树叶遮挡住了阳光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 脚下沙沙的树叶声 在山间回荡着 显得非常的空荡 小黑像个小英雄一样 始终跑在最前面 他边袖边跑 说白了 没有他的领路 人走在这里面 非常容易迷路 萧小抓着 夏剑胳膊的手越来越紧 明显的他心里紧张了起来 按说这大白天的 人不应该紧张 夏剑也不是什么胆小鬼 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 他紧了紧背上的背包 顺手在树林捡了条木棒 这才感到心里踏实了不少 身后的萧小 小鸟一人般的紧拉着他 这样夏剑心里无比自豪 可能是走到山腰了 脚下的路忽然平停地直扑了过去 走在前面的老萧 站定了 喝了口杯子里的水 笑着说 爬山要的是毅力 这不 难走的路基本上完了 顺着这条路平走过去 就到了对面的山脊 这一路下去 都是平着走 可风景却是无限的好 老萧这是说给夏剑听 也是打消萧萧紧张的疑虑 一路虽说有点怕 但也没什么事 萧萧可能是受了老萧的感染 急忙从小包里掏出一部相机 对着一处茂密的乔木丛 咔嚓一声 闪光灯亮过的一瞬间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窜了出来 小黑狂叫了两声 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看来这怪物对小黑的威慑力不小 萧萧紧张地尖叫一声 一把抱住了夏剑 他那柔软的身子 微微颤抖着 那个不可一世的萧萧 早跑得无影无踪 不要怕 是野猪都快躲到树后 老萧喊了一声 迅速地往旁边树林就地一滚 八十多岁的老人 伸手还是那样的矫健 好家伙 足足可能有几百斤 一只黑色的大家伙 露着长牙 直扑了过来 小黑拼命地狂叫着 一步步后退 还真是野猪 长相有点像家猪 但体型瘦高 牙齿长 头小嘴巴掌 野猪被小黑拦路一挡 多少有点怕 他放缓地扑过来的脚步 但嘴巴左拱右咬 山路被他不费摧毁之力 拱出了一条长长的深垢 这家伙可能是被闪光灯激怒了 小黑看来是快顶不住了 下剑必须出手 但钻在他怀里的萧萧 把他抱了个死井 下剑挣扎了几下 都没有挣脱 躲在树后的老萧 着急地冲萧萧喊道 萧萧 你也是昆仑山上下来的 怎么这么没出息 还不快躲到树后面来 老萧的这一声 还真管用 萧小如梦初行 脸面一红 推开下剑 滚进了路边的树林 发怒了的野猪 终于忍不住了 嚎叫一声 猛地扑向了小黑 小黑不亏 是训练有素的猛犬 身子一躬 就像是离闲了的剑 快待小黑离开老萧大喊一声 可是晚了 小黑已和野猪交上手了 顿时 一阵狗叫猪嚎声 响彻了整个山林 下剑提着木棒 冲了上去 一时无从下手 小黑已咬住了野猪的脖子 无奈这家活体大肉厚 一时奈何不了它 野猪痛得是嘴巴乱撞 四脚乱踩 下剑一看 情况危急 不容它多想 双手操起木棒 迎着野猪的北部 狠狠地砸了下去 这么粗的木棒 加上下剑用了蛮荒之力 少说也有上百斤的力量 只听野猪痛苦地嚎叫一声 它也是拼了全力 脖子一摔 几十斤的小黑 竟然被它摔着飞了出去 这小黑也不是吃素的 就算自己被摔飞了 但它还是扯下了野猪脖子上的一块肉 鲜血冒了出来 疼痛的野猪嚎叫着扑向下剑 那样子十分的吓人 快上树 老肖大喊一声 慌乱中的下剑 这才发现 山坡上一棵大树的树干 伸到了路的中央 下剑双手一伸手 双脚一用力 整个身子已悬在了空中 就在这一瞬间 野猪带着风声 从它的脚下窜过 下剑的心几乎都蹦到喉咙口里 正当下剑正准备下来时 又是一阵沙沙的声音 脚下最起码 有七八只野猪跟着窜过 天哪 碰到野猪群了 可有可能前面哪头 是野猪王 几声嚎叫 感觉已到山的对面 好快的速度 下来吧 没事了 老肖神情淡定 仿佛刚才什么事情 也没发生一样 下剑一放手 人站在地上时 他感到双腿微微发软 很有可能是被刚才吓的 人不怕死 才是怪事 看遇到什么事 肖小从树林里爬上来时 雪白的运动山上 已是脏兮兮一片 他故装镇定地笑了笑说 这那是旅游 简直是丛林探险 这才有意思吗 下剑跟着随了一句 他发现肖小的脸红红的 可能是他想起 刚才钻到下剑怀里的事 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么一闹腾 人又累又乏 老肖嘴上一直给大家鼓劲 但毕竟上了年纪 他就地坐在厚厚的树叶上 这才猛地想起 小黑了 沙沙几声 小家伙从树林里窜了出来 他有可能在哪边开始警戒了 下剑摸了摸小黑的头说 厉害 是个小英雄 忽然他发现 小黑的前肩上 被什么东西 划出了一条小伤口 有可能是刚才 和野猪拼命时弄伤的 肖小一听 心疼死了 他立马打开背包 取出了医药包 里面什么都有 这让下剑很常见识 看来野外旅行 不是说想走就走 这得提前做准备 看来这次爬山 是老肖和肖小早都定好的事 不过人家没有提前告诉他而已 给小黑包扎好了伤口 大家坐在一起喝了点水 吃了些食物 补充好了能量 就开始又往前走了 树叶越来越厚 路根本就找不见了 老肖打量着四下 压低了声音问 有地图吗 有 不过画得很简易 肖小说着 从小包里掏出了一张 手工画的地图 下见一时纳闷了 这要地图干什么 还怕迷路 应该不会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老肖手里拿着地图 不停地笔划着 好一会儿才说 没错 就在前面的山沟里 只要爬到前面的山脊上 应该能看到下面的情况 好 那我们就上山脊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父女俩打着雅弥 把一旁的下见壳给挤坏了 难道这次爬山是假 这里面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 下见的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秋天把树林染上了一层黄色 只有松 摆依然翠绿 一行人 在小黑的引导下 终于爬上了对面的山脊 吹着清爽的山风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在远眺四周美丽的景色 下见觉得 刚才的金显值了 下见调皮地攀上了一棵大树 坐在树叉上 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 会当林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还有什么无限美景在显风的真正含义了 奇怪 登山冒险 不就是来赏这美丽景色的吗 下见忽然发现 老肖和肖小两人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而且 这肖小的手里 不知什么时候还多出了一架望远镜 哇 你看哪边 好像有人 肖小举着望远镜 忽然惊呼道 感觉特吃惊 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这女人 真是多见烟雾少见天 有人有什么奇怪的 又不是发现了大恐龙 坐在树上的下见 心里不由的一阵暗风 这个肖小 刚才还往她怀里钻 一转眼的功夫 又不理她了 真是变脸比变天还快 老肖接过肖小手里的望远镜 努力地远眺了一会儿说 有人是不错 但离得太远 看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嘿 这父女俩真的干起侦探工作来了 是别人雇佣的 感觉他们根本就不缺钱用啊 下见带着狐疑和好奇 从树上跳了下来 肖小看了一眼下见 欲言又止 下见老感觉他心里暗藏了什么秘密 你不说 本少爷还懒得问 下见故意四处乱看 根本不去理会肖小的神情 下去吧 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楚 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惊动他们 还有你小黑 从现在起 可不能再出生了老肖 拍了拍身边小黑的脑袋 这个老肖 一句话好几个意思 反正就是要小心 下见一弯身 领着小黑率先钻进了树林 刚才老肖和肖小笔花的方位 他已经记在了脑内 这大山深处 树木纵横 野草乱生 藤条缠绕 就算是往下走 也是十分的难走 忽然 下见赶到身后 好像什么东西滚了下来 一回来头 天哪 不是什么东西 而是肖小 这女人不知是怎么弄的 竟然从下见刚踩开的一条路上 扁滚带滑 好笑吗 等回去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肖小站了起来 给了下见一拳 然后头也不会地往前走了 嘿 我惹你了吗 是你走不好 还怪起我了来了 真是个霸道女人 不过肖小刚才打过来的一拳 并不疼 下见心里不由的一乐 感觉快到半山腰时 跑在前面的小黑 忽然停止了脚步 竖起了双耳 这是小黑在狱警 可能前面有情况 太聪明了 竟然还没叫 就在下见心里正感慨时 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感觉有好多的人 快爬下 跟在后面的老肖 压低了声音喊道 可是一切都晚了 几条身影 迅速地围了上来 看来这些人 经常在树林里活动 动作非常的敏捷 干什么的 有人大喝了一声 下见这才看清 来人共六个 都是三十多岁的汉子 穿着古怪 没人手里 还端着一杆自制猎枪 我的乖乖 这是到哪了 下见感觉这一幕 很像小说上写的 难道他们误闯金三角匪窝 狗屁 这里是大西北 除非做梦 就在下见证胡思乱想时 老肖对哪些人说 我们是来旅游的 不知怎么搞的 总迷路了 这是哪啊 能不能告诉我们 姜果然是老的辣 老肖神情淡定 面对长长的猎枪 毫无拘异 老大 是旅游走错路的 一老一少 还有一漂亮妞 让他们尽快离开这 别影响老子睡觉 哎 等等 漂亮妞老子得看看 只听咚了一声 一棵大树上面 跳下了一个 四十多的中年人 这家伙皮包骨头 走近了一看 好熟悉的面孔 这是在哪见过呀 下见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家伙一过来 谁也不看 就看萧萧 两只虾米式的眼睛 色迷迷的在萧萧身上 打量着 下见只觉得 这家伙快要恶心死他了 哟 还真不错 上等货色 二狗 把他们都给我留下来 这腔调和动作 确实见过呀 下见的脑袋飞速地转动着 这怎么到了关键时刻 老实卡科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从另一边的树上 跳了下来 我的天 下见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这是进了人家的埋伏圈 还是经验不足 这树上有人 他竟然不知 年轻人一走近 下见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 疤狠脸 这不正是西郊菜市场卖肉的 哪家伙吗 还有哪个色鬼 正是和自己打了一架的王强 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怎么会在这儿碰到这两人 难道他们不卖肉 改行做强盗了 下见慌忙低下了头 他不想被这俩人认出 疤狠脸走到王强跟前 压低了声音说 强哥 不能乱来 朱总的手段你是明白的 二狗啊 你是越来越胆小了 一个破女人也把你吓成这样 好吧 老子就忍忍 让他们滚 王强冲疤痕脸呵斥道 下见正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这个疤痕原来叫二狗 叫土狗不是更确切点 下见心里暗暗地骂道 二狗往前逼近了一步 一挥手里的猎枪 大声呵斥道 从这里滚上去 不许再往下走 不听话 小心老子的枪走火 把你们当野猪给收拾了 好 谢谢 我们这就走 老肖连忙答应着 一拉萧小的手 朝前面的山坡上爬了上去 下见一直低着头 等老肖和萧小走得差不多了 才招呼了一下小黑 正要起步时 只听二狗喊道 强哥 是哪小子 就是和我们在菜市场干过价的 都怪自己太大意 本来 自己一直都低着头 就在刚才起步的一瞬间 下见心里 有点好奇地朝后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正好被二狗看了正着 对 对对 是哪小子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王强像打了兴奋剂似的 忽然大声地喊叫了起来 跑 还是王强提醒了他 下见一个剑步就窜了出去 可惜 这套在树林里 根本就没用 下见几乎是手脚齐用 这才刚跑出几步 下见就感觉二狗 他们已追到他的身后了 这样下去 三个人一个也别想跑掉 到时发生什么事 那还就真不好说了 下见一想到此 立马回头 正好二狗已追到了他的身后 抬起脚一踹 利用他在上坡的优势 这一脚正好踩到二狗的肩膀上 只听哀哑一声 这家伙拢不防 被踹着滚了下去 把他身后的几个人 也压成了一团 一招凑笑 下见也不敢造次 转身便拼命地往上爬 快 萧小的脚扭了 你背着他跑 这伙人我来对付 放心 他们都敢开枪的 老萧被靠着一棵大树 手里握着他哪根拐杖 语气非常的坚定 没搞错吧 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为他断后 这要是传出去 他下见就别说 在福川试混了 就在他们西平村 也会被人吃笑的 不行 还是你们先走 我来对付 下见说着 推了一把老萧 老萧怒吼道 混账 你别忘了 我是侦察兵出身 虽说上了年纪 但对付这几个小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下见从来没有见过 老萧会发这么大的火 他不敢不听 先把萧小转移到安全地带 再来回来接应 想到这里 下见便朝前奔去 不远处 萧小咧着嘴 一瘸一拐地朝前走着 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了下来 看来是他非常的痛 就在下见到要接近萧小的一瞬间 几声尖叫 响彻了整个树林 下见下傻了 不是老萧出事了吧 各位听众老爷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 不远处 萧小咧着嘴 一瘸一拐地朝前走着 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了下来 看来是他非常的痛 就在下见到要接近萧小的一瞬间 几声尖叫 响彻了整个树林 下见下傻了 不是老萧出事了吧 别怕 我爸不会出事 快扶我走 萧小招呼了一声正在发呆的下见 这么自信 不过确实也是 刚才的几声叫声 绝对不是老萧发出来的 这个女人 偏偏在这个时候扭脚 也真会看时间 下见心里埋怨着 几步跨了上去 这样走 要走到什么时候 还是会被他们赶上的 下见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形势 不等萧小反应过来 她一弯身 一把萧小背在了背上 女人别看个子长得高 其实一点都不重 刚开始 萧小可能有点不好意思的 在下见背上挣扎了两下 慢慢就老实了 树林里面 空人行走 都会很难 更别说背个人了 下见几乎在爬着往上走 反正背上有个漂亮女人 她的力气是用不完的 一阵狂爬 就在下见累得快要晕过去时 眼前忽然一亮 原来已爬到了山脊上 快把我放下来 你也休息一下 背上的萧小 吐气如丝 热气吹到她的脖子上 下见简直真的要晕了 女人柔软的身子 压在背上 真是舒服得要死 萧小见下见没有反应 挣扎了两下 才从下见的 背上滑了下来 这什么人啊 感觉一点都不知道累 刚一着地 脚痛的她 哎呦 问一声 下见心疼的慌忙 一把扶住了萧小 萧小看到眼里 暖在心里 原来这头将驴 也会心疼人 一阵沙沙声 老萧带着小黑 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老人额头带着汗 喘得粗气说 快走 过了前面 他们就不敢再追了 老萧说完 带着小黑拨腿就走 这哪里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小伙子也不过如此 下见蹲在了萧小的面前 女孩有点不好意思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爬了上去 男人宽厚的肩膀 让背上的萧小 无比踏实 一过山脊 全是下坡路 所以大家走得飞快 虽然说很累 但有一种虎口脱险的快感 等到夏剑发现时 背上的萧小 已经睡了过去 而且睡得是那么的香甜 等赶到车子边上时 夏剑就像从池塘里爬出来的一样 汗水混着泥土 它都没有了人样 老萧打开了车门 直到夏剑把萧小往车内放时 萧小这才流着口水醒了过来 女孩一脸的红韵 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睡得这样死 一放松下来 泪和饥饿顿时袭上了心头 可装着食品的大背包 什么时候丢的 夏剑也不知道 这哪里是旅游 简直是丛林冒险 好了 没什么事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萧小脚受伤了 这车肯定是不能让她再开了 夏剑来开吧 老萧忽然发话 把夏剑给吓了一跳 让她开车 就是坐这样的小车 她夏剑也没坐过几次 夏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老萧看了一眼萧小说 回去以后 有空就教教夏剑 车必须得会开 这个老萧到底是人还是神 她熟练地调好了车座的位置 只听屋的一声 车子便如剑般窜了出去 山间小路 颠簸不平 她却开的是得心应手 坐在后排的夏剑 惊得合不拢了嘴 刚才在树林里 二狗那伙人并不少 后面不知王强有没追上来 让王强的伸手 她夏剑可是领教过的 能全身而退 且毫发未伤 这老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夏剑想破了头 也没有想出来 傅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萧小一脸的幸福 她身边的椅子上 夏剑正在给她削着苹果 这可是老萧的命令 夏剑这个高级护工 她可不敢不听 嗨 少年 我没说我要吃苹果 你给我去洗葡萄吧 萧小调皮地眨巴着眼睛 她这是故意在刁难夏剑 没想到的是 夏剑一点都不生气 微笑着放下手里的苹果说 好啊 我这就去洗 萧小没有想到 这夏剑忽然这么听话 她绝不好玩了 立马说 不用了 我还是吃苹果吧 夏剑还是异常的乖巧 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把削好的苹果 送到了萧小的手上 刚才老萧离开时 把夏剑叫到了一边 特别交代 这萧小的脚医生 说是粉碎性骨折 一时半会好不了 很有可能 萧小会乱发脾气 让夏剑一定要耐心照顾 不许惹萧小生气 其实不用老萧说 夏剑这点还是能做到的 谁会跟一个生了病的人去计较 更何况现在的萧小 对她比以前温柔多了 病房的门忽然开了 这是萧小特别要求的单间病房 除了医生以外 不会再有其他人进来的 夏剑猛地站了起来 一回头 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 男子嘴上戴上了口罩 但头上的几根白发 足以看出 他最少也有四十多岁了 男子顺手把病房的门一关 对夏剑说 你出去一下 我和萧小说两句话 你是谁啊 夏剑见此人如处霸道 心中难免有点不爽 病床上的萧小 看了一眼夏剑 有点难为的说 你先出去吧 既然萧小发话了 他不出去也得出去 不过他觉得到 这男人怎么怪怪的 戴着大口罩 明显是难以见人 走在病房的过道里 夏剑对刚才的这人 还是耿耿于怀 他凭什么呀 忽然一个声音 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小王 小王 刚才戴口罩的男人 你知道是谁吗 他可是大人物 我们傅川市的皇副市长 是前台的小护士在聊天 别胡说了 人家戴着口罩 你是怎么认识的 是另一个护士的声音 看来他也有点怀疑 呵呵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舅舅和他住一个小区 我住我舅家 经常见他 见得次数多了 当然就记住了 小护士说得非常自信 说者无意 听者有意 夏剑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 难道那天宴席上 人家说的都是真的 小小真的盼上高官了 这一切 从头到尾 夏剑不敢再往下想了 夏剑坐在过道的长椅上 心里如同打翻了五位平 小小的美好形象 在他的心目中 已当然无存 就算他真是仙女 但他如果真像别人说的 他夏剑是不会看弃他的 我为什么要管他呢 他做任何事情 和我有关系吗 另一个声音 在夏剑的心里不停地呐喊着 是啊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自己多情而已 人家小小会在乎他 看得起他 唉 帅哥 八号病房的病人叫你进去 一个小护士跑了过来 朝夏剑喊了一声 叫我干什么呀 你不是有副市长陪吗 夏剑心里暗暗地说了一句 但他还是起身 朝八号病房走了进去 跑哪儿去了 这么久 不会是找小护士聊天去了吧 病床上的萧小 一脸微笑 看来他的心情不错 可夏剑的心情差极了 夏剑一想到刚才的男人就生气 可病房内已没有了他的身影 什么是 你说吧 夏剑冷冰冰的一句 显然他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 这回该轮到萧小惊讶了 这夏剑的脸变得也够快的 他好像没有惹他呀 萧小愣了一会儿 这才没话找话的说 我想吃你萧的苹果 萧好的苹果不是在盘子里放着吗 夏剑语气还是那样的生硬 不过他还是走了过来 把苹果接到了萧小的手里 他这是怎么了 萧小吃着苹果 看了一脸不高兴的夏剑 难道就是因为刚才让他出去这件事 他 萧小不由的心里一喜 女孩子有的时候会比男孩敏感 第二天 萧小请的专业护理人员到位了 他夏剑想表现也就没有机会了 一来他要去上班 二来 这照行动不便的女生 多少还是有点不方便 休息了两天 夏剑感到什么都新鲜 一进一圆的玻璃大门 大伙有点惊奇地看着他 只听周丽说夏剑 你不用上班了 一会儿来领工资吧 夏剑当场就愣到了哪儿 这是为什么呀 夏剑一时间也弄不清楚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自己喜欢 又能干得得心应手的工作 忽然又没了 这 夏剑几步跨进周丽的办公室 顺手把门一关 大声咆哮道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就因为我休息了两天 还是 夏剑真是太激动了 周丽红着眼圈 半晌了才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也是刚接到老板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让我把你的工资结了 你的工作另有安排 老板 又是老板 还另有安排 这个老板到底是谁 该不会是老肖吧 不会 他们都说了 这里的老板是个女人 夏剑一腔的怒气 无从发泄 她气得在办公室肚着方布 门滑的一下 被推了开来 方方一步跨了进来 大声地对周丽说 为什么要让夏剑走 难道她的工作还不够认真 不够负责吗 够了 你以为就你关心夏剑吗 这是老板的意思 我有什么办法周丽的泪水夺矿而出 夏剑走 她也难过 可她能有什么办法 更何况老板在电话里说 夏剑的工作会有新的安排 方方看了一眼夏剑 然后转身对周丽说 是我错怪你了 这工作我也不干了 话一说完 人便不见了 嘿 这是什么事 我是人家不让干才生的气 可这个方方 不就是为了她吗 回过神来的夏剑 正准备往外追 别理她 她来这儿本来就是锻炼的 人家有工作 周丽拦住了夏剑 算了吧 就算追未必也能追得上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生气也没用 反正是老板说了算 还是接受现实吧 夏剑慢慢地想明白了 工资节的并不少 可夏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出门时 看着周丽恋恋不舍的样子 夏剑也有一种难言的忧伤 一进门 夏剑就冲振在娇花的老肖嚷道 老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来 每次都是这样 我什么也不知道 就忽然不让我干了 这一员的工作 我真的很喜欢 可为什么 还是不让我长期干下去 难道又让我回货场扛木箱 老肖先是一正 然后放下手里的水壶 对着火气 正望地下剑说 你就这点出息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让自己干得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这已经很高了呀 夏剑不知其解 着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小黑看着他 心烦他的汪汪直叫 这把夏剑给气得 连这只犬也给他找麻烦 吃完晚饭 夏剑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按照以前的惯例 这个时候 老肖一定又会给他纸条 让他明天按掉纸条上写的去找工作 可是今晚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夏剑两只眼睛虽然盯在电视上 可他的心很乱很乱 明天 不知面对他的 又是怎样的一份工作 赶快去睡 明天六点钟在院子里等我 老肖终于说话了 这次的接交时间还改在了明天 夏剑连忙应了一声 关掉电视 跑回了房间 一夜 没有睡好的夏剑 还不到六点钟 就已经收拾妥当 站在院子里 等待着老肖给他纸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 好不容易熬到了六点半 老肖这才走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 站在院子中间的夏剑 招了招手 让夏剑走 静了才说 孩子 我老肖越人无数 你为人品质不错 好好锻炼锻炼 将来肯定能做出一番大事 做大事者 必先苦其心智 练起体肤 从今天开始 我来教你一套搏击术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夏剑满以为老肖 又会给他一张纸条 让他去上班 没想到什么质安服的 还搏击术 什么也没有钞票管用 夏剑虽然没说话 但老肖好像从他的心里走过似的 老人家背着手 轻轻地说 一个人生活得好 不算本事 如果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那才叫本事 就拿你来说 你挣钱回家了 家里人的生活改善了 可你们村子的其他人呢 你想过没有 嘿 这个老肖 怎么还讲起大道理来了 你还别说 自己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能把整个西平村人 带着走上了致富之路 那他夏剑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一想这里 夏剑的抵触情绪慢慢少了 他忍不住问老肖 那为什么还要学拨基数 问得好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提倡打打杀杀 但是有的时候 有道理未必就能行得通 你小子不怕死 算作用 但无数 就是无谋 你得记住 我老肖一辈子没有教过徒弟 你算是我的第一个徒弟 也是最后一个 我们只能有师徒之实 但不能有师徒之名 老肖说这话时 脸色非常的严肃 这人就是这样 极古怪又神秘 夏剑可不敢违背他的意愿 立马点头 看来挣钱的事 也只能先搁在一边了 反正自己目前不缺钱 那就先跟老肖练练体肤 说不定将来会派上大用场 老肖叫 夏剑学 两个人在院子里就开练了 全是干货 十招 没有一点的花拳绣腿 夏剑越练越喜欢 越练越佩服老肖 怪不得他那么厉害 不动声色 就把二狗那伙人给打发了 原来他竟然深藏不露 好家伙 这一通练 等停下来时 已到了中午 两个人连早饭都忘了吃 吃完午饭 老肖给了夏剑一个饭盒 让他送到医院给肖小吃 这就不明白了 第一人离医院离他们的住处还是有点远 坐公交也要倒两趟车 更何况人家医院的伙食也不错 你小子什么意思 是不是闲远不想去 老肖看了一眼 有点犹豫的夏剑 立马问道 再远对于夏剑来说 也不是什么事 就是昨晚那个戴口罩的人 弄得他到现在心里 还有点不舒服 夏剑看了一眼老肖 欲言又止 他真的想问老肖 有关肖小的哪些传言 真是个没良心的家伙 肖小对你一点都不赖 送个饭你都不愿意 他只不过就是嘴巴硬了点 但他心肠软 对你一点都不藏死 老肖有点生气了 做事自己要去的样子 夏剑慌了 一把夺过饭盒 跑出了院门 老肖的话一直在他耳边缭绕 肖小哪里对他好了 见了面不是损就是骂 就差打了 还每次都是他夏剑为他擦屁股 比如那次龙哥请客 还有昨天丛林的事 想着想着 夏剑就笑了 怎么是擦屁股 人家肖小的 手术后的肖小 有点虚弱 他一看见夏剑手里的饭盒 立马来了精神 着急问道 我爸给我做了啥好吃的 快给我 肖小一把夺过了夏剑手中的饭盒 忽然 他把饭盒往夏剑手里一地说 你喂我吃 嘿 我的神啦 你老人家扭的是脚 又不是手 还要我喂你吃 真的是有点过分啦 夏剑心里这样想 但他嘴上却是不敢说 肖小看了一眼夏剑 压低了声音说 给美女喂饭吃 可不是谁都能有机会的 我的天 这女人越来越过分 漂亮就漂亮吧 还自己说 夏剑心里不由的一乐 看来肖小今天的心情不错 他可要撑握好 别一会儿又被人家轰出去了 第一次给女孩喂饭 多少有点笨手笨脚 几次都弄到肖小的衣服上了 可奇怪的是肖小并没有发脾气 还一直说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女人是不是吃错药了 夏剑心里按骂着 就在这时候 病屋的走道里 一阵喧闹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而且感觉 是奔这间病屋而来的 急紧惯了的夏剑立马站了起来 门开了个缝 一个小护士跑了进来 连声说的 对不起肖总 那伙人 我们挡不住 马上就要进来了 那伙人 夏剑一步跨了出去 挡在了那些人的面前 他这才发现 小护士口中的那伙人原来是一群记者 夏剑悬着的心 这才有所放松 一位女记者 不顾夏剑的阻拦 一边往里冲 一边不停地按着快门 美光灯地闪烁 让病床上的肖小有点恼火 他一边用手遮挡着脸 一边呵斥道 你们太无礼了 本人刚做完手术 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都快出去吧 肖总 我就问一句 你是怎么受的伤 女记者被夏剑推着连连后退 但仍不放弃最后的机会 真是敬业到了极点 这边挡住了 另一边一个男记者 瞅准机会又窜了出来 肖总 请问你现在受伤了 创业集团由谁来负责 挡住了这边 那边又有人跑了过来 一时间把夏剑弄了个手忙脚乱 对于这些人 他知道不能用粗 否则 他早把他们一个个的丢到门外面去了 病房那一时乱成了粥 别吵了 忍无可忍的肖小 忽然大吼一声 这一声 可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鬼也怕恶人 更别说人了 病房那顿时鸦雀无声 那些个记者 一时也被震住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美丽高雅的肖总 会发这么大的火 好了 我来回答你们刚才问的两个问题 肖小努力地把心中的那团火压了下去 他确实气坏了 要不是这些人 夏剑这个玩世不公的家伙 这会儿应该坐在他的床边 正给他喂饭吃 多么唯美的画面 肖小一想到这儿 心里不由地一喜 但是在众人面前 他绝不能失态 他可是富川市新起的企业家 创业集团的老总 平定了一下心情 肖小拿起床边的水杯 像征性地喝了一小口 这才说 我的脚是我下楼梯时 不小心扭伤的 至于创业集团 已找好了负责人 大家尽管放心好了 肖总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进来时 我看到 这位先生正在给您喂饭 从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 您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难道就是 创业集团临时的负责人 又是这个冲在最前面的女记者 她虽然已被夏剑 用身子给挡住了 但她还是挤出了个头 追问了这一句 记者 就是记者 问的问题雕赃古怪 一语双关 萧小年纪轻轻 已坐在了老总的位置 自然有她的本事 大场面她也见识了不少 要不是受伤心情不好 打发这几个小记者 她还是游刃有余的 可是这个女记者的问话 让她还是有点脸面发红 毕竟她是一个未婚女人 这么八卦的问题 希望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创业集团人才积极 找一个临时负责人 替我打理日常工作 岂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这位夏先生又未尝不可 萧小的回答 避重就轻 非常巧妙 既说轻了问题 又转移了话题 可她最后的一句话 让夏健不由地吃了一惊 记者们一听 立马围住了夏健 这可是个好机会 先把这群人弄出病房再说 要不这样下去 会影响萧小的休息 夏健分开人群 直往病房外走 记者们跟着他 蜂拥而至 没想到 病房的通道里 还站着一群记者 这下可好 里外一家 夏健被围了的水泄不通 就算是 他长了翅膀 也很难飞得出去 夏先生 您就别打算跑了 只要回答完我们几个问题 我们自然会走人 一个男记者 举起相机 就是咔嚓两下 反正像已经都被照了 问就问吧 我一个大男人 还怕人问 我又没偷鸡摸狗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好好好 都别挤 往后点 想问什么请便 夏健非常的大方 这让这些个记者们 多少有点惊讶 病房内差点被赶了出来 这人却是如此的大方 一个戴着眼睛的女记者 立马问道 夏先毕业于哪个大学 目前在创业集团的工作岗位 是什么 如果让你代理萧总的工作 你觉得你能干得下来吗 因为整个富川市的新奇企业 眼睛都在盯着创业 这啥记者 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一点都不从人家的全路上来 夏健还以为随便应付一下 就算了 你说这能随便的了吗 夏健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夏先生 你没必要犹豫 是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你记者又追问了一句 众目睽睽之下 岂能说谎 他下见可做不出来 就算这位记者不这样说 他也没打算瞎说 牙齿一咬说 我高中还差一年才能毕业 现在在医院上班 夏先生 你可不能乱说 你现在说话 可代表的是萧总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你现在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农民工 一位男记者 打断了夏健的话 农民工 人群中一阵骚动 夏健健这些所谓的记者 对农民工如此看不起 心中难免生气 他大声地说 不错 我就是一个农民工 没有农民工 你们能过着这么美好的生活吗 夏健的声音很大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 他好像是从什么书上看的 过道里这么闹腾 有些病人早都不愿意了 他们的施压 让医院动了真格 十几个保安 连轰带推的把这些 围着夏健的记者们 给请了出去 坐在过道的长椅上 夏健失落极了 没想到 他从班砖工 混到装卸工 然后到了医院 穿上了管理服 戴上了对讲机 他认为 自己已经混得不错了 没想到 人家给他的定位 依然还是个农民工 深秋的白天 已经短了不少 等夏健回到家里时 老肖已经做好了晚饭 都端上桌子 正等着他来吃 这还没有相降 你小子怎么像个香打的茄子 老肖看了一眼无精打采的夏肖 故意调侃道 夏健成了一大碗米饭 狠狠地吃了两大口才说 太欺负人 谁欺负你了 不可能是这碗里的大米吧 老肖一脸的不解 他看着夏健这样 一向严肃的他 差点笑出了声 夏健一看老肖也笑他 气不从一处来 边吃边骂把他今天下午到医院 被记者围攻 还被看不起的是 从头到尾给老肖说了一遍 说完了 他心里好像也轻松了不少 老肖的脸里飘过了一丝爷爷 对孙子般的柔情 他站了起来 轻轻地拍了一下夏健的头说 孩子 我们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底位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而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农民工怎么了 没有农民工 这高楼大厦是自己爬起来的吗 这城市的垃圾 城市的绿化 各行各业所缺的人 都是从哪来的 对呀 我当时怎么就没想起这些 如果能对哪些个记者 说说这样的话 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夏健狠狠地咬牙 差点咬到了舌头上 老肖长出了一口气说 孩子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自信 不管从事哪种工作 能对社会有益 你就是最棒的 农民工咋了 如果真没有了农民工 这个城市还真就转不动了 难道你不想好好干 让哪些看不起农民工的人 闭上嘴巴 英雄不问出处 你始终要记住这句话 哎呀 这个老肖 还真是了不起 他的一席话 让夏健顿时信心倍增 他按下决心 他要努力拼搏 就像老妈说的一样 不争馒头还争口气 丁零零 老肖卧室的电话响了起来 正在按下决心的夏健 心里不由的一惊 这个时候来电话 会不会又是跟他有关 心又悬了起来 一个电话接了快半个小时 坐在客厅里的夏健 心急得如大火在烧 他隐约听到 老肖好像提起他的名字 看来 这是 还真跟自己有关 就不知是好事 还是坏事 好啊 你小子在家里 待着怨气很深 感觉我挡了你的财路 不让你去上班 刚好 肖小脚有伤 你就替他先照料一下公司 老肖终于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而且还是一脸的微笑 夏健一听 从沙发人 几乎是蹦了起来 他有点不敢相信的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呀 这公司虽说是集团公司 里面能人还真不少 但肖小是老总 他说了算 更何况是让你去照看一段时间 又不是真的把创业集团老总的位子 让给你 不过让你去 我是费了口舌的 老肖认真的说 哎呦我的天 怪不得肖小当着众多记者的面 说这临时负责人是他 当时他还以为肖小 是拿他开记者的玩笑 但这话从老肖嘴里说出来 可能就是真的 但自己有什么能力 去帮肖小打理公司 而且还是傅川市 具有影响力的集团公司 这不开玩笑吗 要开就开 你们妇女俩 可不能拿我下见开这种玩笑啊 一时间 下见气的站在客厅里 手舞足蹈 就是说不出话来 看你这点出息 有这么激动吗 这干不好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个老肖 真是宝汉子不知恶汉子急 我下见有那能力吗 还真以为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才不打肿脸充胖子 人贵再有自知之明 不去 没合适的工作 让我去搞妆谢也行 下见这一句 终于从口里蹦了出来 他整个人 仿佛也轻松了不少 老肖一脸的不解 他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说什么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创业集团 进一个一般职员 没有高学历和实践经验 那也是进不去的 给你这么好的锻炼机会 你还不去 难道就想做一辈子的苦力吗 还想做哪个 被人瞧不起的农民工呢 老肖说到后面 越说越气 谁不想出人头地 谁不想让人另眼相看 可是他下见真的不敢去 他怕得肖小丢人 给老肖丢人 老肖的声音 在他的大脑里缭绕着 挥都挥不去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下见是抓住这个机会拼一把 还是退缩 继续做我能力所及的工作 头快要响爆了 到了这则绝的关键时刻 他整个人都要疯了 下见一把抓过沙发上的靠枕 盖在了脸上 他不想了 什么都不想了 老肖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到 还是太年轻了 整个晚上 下见睡得都不是很踏实 一会儿他在傅川市 一会儿又在西平村 一边是米龙昌盛 一边是落后萧条 折腾到快天亮时 他竟然睡了过去 一阵小黑的狂骂声 把下见从睡梦里叫了醒来 等他洗刷完毕出来时 太阳都已经老高了 老肖正在打扫着院中的落叶 他看了一眼下见说 早餐都冷了 我已经收到厨房了 房内有今天的报纸 你先看看再说 看报纸 这是老肖每天的习惯 这今天怎么还叫他也看 下见一脸的不解 但他还是听话的走进了客厅 茶几上放了一份都市早报 一拿到手里 下见就被醒目的大标题 给吸引住了 富川市美女老总不明受伤 创业集团临时负责人 竟是年轻农民工 下面还配了两张彩图 一张是萧小 坐在病床上的照片 他虽然一身病好福 但依然美丽大方 而下面的另一张 正是他下见 不知这些记者是怎么弄的 他还不算丑 但在这张报纸上的表情 还真可以用丑这个字来形容 报纸的内容下见已无心在看 他现在的内心 只是暗暗骂这些记者的八辈子祖宗 看了报纸有何敢想老肖一些门帘 走了进来 想打人 还能有啥敢想 下见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他嘴上却不敢说 这老肖的脾气 他是领教过的 萧小那么高傲的女孩 在老肖面前 一点面子都没有 更何况 人家还是妇女关系 他下见就更不能提了 你是死人 一点思想都没有 现在是见在弦上 不能不发 你不能光为了自己 让萧小难堪 他为你可做了不少 就算是为了萧小 你也应该答应他 老肖 这下真火了 一把掌拍在茶几上 茶杯都被震得掉在了地上 摔了个粉碎 下见惊得站了起来 半嗓了才从嘴里蹦出一句 萧小他为我做了什么 在下见脑子里 萧小就是一个高傲的冷美人 他怎么会帮他 这有点不可思议 我一直以为 你小子是个聪明人 原来也这么笨 你到货厂的工作 遗员的工作 都是萧小 帮你暗中操纵的 工资比任何人的都高 你知道吗 就连你在货厂和人家打架 也是萧小设计的 他就是为了验证你小子 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 为人正直 不折不扣 你通过了他的考验 所以才能到遗员当部长 老肖越说越气 看来他们妇女在下见的身上 确实画了不少的功夫 下见紧闭着双眼 把事情像过电影一样 从头到尾的过了一遍 他恍然大悟 这一切原来都是萧小在暗中帮他 看来都是自己小度鸡肠 错怪人家了 你给我说过你们家里的贫穷 就算是你在外面打工给家里人寄钱了 你家富了 那其他人 你就不管了吗 难道你真的不想 让他们都过上富裕生活 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强大 这次就是机会 你以为萧小会一直听我的吗 老肖紧逼着 句句歌肉 字字挖心 下见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不就去上班吗 难道彼死还要可怕 而且他真的干出名堂来了 锻炼出真本事来了 他们细平村可就有希望了 好了 我去就是了 下见坚决地说 老肖长出了一口气 轻轻点了一下头说 好 这就是男子 大丈夫应该做的 要为更多的人着想 我这么做 并不完全是你救了我 我感恩你 更多的是我听了你的故事 你的家乡的那些情况 当然我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 其实老肖即使不说 他下见心里也明白 萧小所谓他做的一切 都跟老肖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这辈子是欠人家老肖的了 如果再干不出点名堂 他就再没脸面在人家老肖家待下去了 下午时分 老肖和下见一同来到了医院 萧小的心情非常的不错 一见下见就说 可以呀 都上头板头条了 下见尴尬地低下了头 老肖冲萧小点了点头 意思就是说他把下见给拿下了 好 既然答应了 明天就去上班 其实也没什么 具体事务有专人负责 你只要每天到班 学着点就可以了 我已经给秘书安排过了 让他协助你的所有工作 如遇到大事 你们做不了主 就来医院问我 萧小一脸的微笑 说得非常轻松 下见听着 心里想着 他忽然抬头 小声地对萧小说 我有个请求 你能答应我吗 说吧 什么请求 大声点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 萧小说着 冲老萧笑了笑 下见鼓了好大的勇气说 我想把遗员的周厉 调过来帮我 什么 你这不是挖墙脚吗 这遗员谁来负责 萧小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不错呀 这还没开始 就懂得用自己的人 遗员这边你调配一下 一个集团公司 就没有几个会管理歌舞厅的人 老萧冲下箭束了 竖大拇指 并床上的萧小 顿时满脸乌云 太阳才刚露出半边笑脸 西平村的村口 停着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从车上走下一个美丽女人 长发披肩 一身淡黄色的毛线衫 下身黑色紧身裤 黑色皮鞋 女人在衣服的包裹下 前凸后翘 整个身体的曲线 毕露无遗 真是没死人了 王德贵每天有早晨散步的习惯 他刚经过哪儿 定眼一看 这不是好久不在村里露面了的赵红吗 看美女啊 村长 柴儿牛不知 从哪儿冒了出来 心里本来一惊的王德贵 这会真被吓着了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尘二牛 美好气地说 看你个死人头 一阵风似的 王德贵进了堂屋 正在打扫房间的陈月琴 看了老爷子一眼说 今天回来这么早 我都还没做饭 大清早地碰上鬼了 陈德贵美好气地 往炕上一道 连鞋也没有脱 陈月琴停下了手里的火 一脸不解地问道 他爹 你是不是鬼片看多了 大清早地静说胡话 你告诉我 是女鬼还是男鬼 我去收拾她 陈月琴说着 把手里的扫把在陈德贵身上两绕 真的像巫婆捉鬼一样 女鬼 是赵红这个女人回来了 王德贵一屁股坐了起来 心烦地打开了陈月琴手里的扫把 东房的门哗啦一声开了 王友才只穿了条短裤 赤着脚 晃动着一身肥肉 跑进了堂屋 连声问道 爸 你说是谁回来了 是赵红吗 滚回去睡你的觉 看你的死样 这女人还真是鬼 一回来 就把你们父子的魂给勾走了 陈月琴破口大骂 手里的扫帚着也没闲着 直吵王友才的肥肉上招呼 王友才虽然被老妈给打了几下 但她再次确认 赵红是真的回来了 看着跑回房的王友才 王德贵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说 看来这村子又不得安宁了 农村人就是这样的热情 赵红家里 已是人生沸腾 远亲近邻 把赵红围来的里外三层 又是这个陈二牛 点起脚尖 大声地喊道 赵红嫂子 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 怎么弄得像个大明星 可先杀人了 下次出去时 一定记着把兄弟我给带上 带你干啥呀 带你还不如带我 你小子不但能吃 而且还懒 张二刚说了一半 就被陈二牛案倒在了院子里 两个人闹得不亦乐乎 张沈拉着赵红的手 不住地摇头说 这孩子 细皮嫩肉的 一点都不像咱农村人 快给咱们说说 你这么长时间干啥去了 会不会回来 是拿东西走人 再不回西平村了 他张沈 静胡说啥理 咱家赵红是那样的人吗 先吃块糖 堵住你这张块嘴 坐下来 慢慢听赵红给大家说 赵红的婆婆 满脸的笑容 她端着个盘子 不停地给大伙发着赵红 从城里带回来的水果糖 看见大伙这么热情 赵红赶忙清了清爽地说 我不在了几个月 去了趟富川市 大家都知道 富川的蔬菜远近门岭 我们平都市大部分的蔬菜 都是从富川进的 所以我们吃的石令蔬菜 价格就偏高 而且好多人吃不起 静说些没用的 我们西平村 有土豆和大白菜就行了 张二打断了赵红的话 不过石令蔬菜这几个字 还是勾起了他的食虫 只好夜夜口水了 赵红呵呵一笑说 怎么没用 我这次出去 就是专门学大棚种植技术 而且等过完年就开工 在不久的将来 咱们西平人的饭桌上 照样也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赵红说得兴高采烈 可是院子里却没几个人 有所反应 穷怕了 夏泽成蹲在炕边上 汗烟赶熙地巴巴直响 夏剑的母亲孙岳娟 手里捏着一张2800元的汇款单 这是前些日子 夏剑汇给他们的 这张小小的汇单 在西平村 可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大伙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夏剑出息了 肯定是做了老板 而又有人说 夏剑一次能给家里 寄这么多的钱 说不定是在走黑道 众说风云 闹得夏剑成夫妻心里难受极了 别抽了 你倒是说句话 孙岳娟一脸的着急 夏剑成磕掉了烟灰 摇了摇头说 不行 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好 富川市那么大 比咱们平都市大上 好几个都不止 这钱孩子挣得不容易 我们不能乱花 还是先取出来存在银行吧 你说这个咋弄 这熊孩子 就知道寄钱 也不给个详细地址 眼看着 就要过年了孙岳娟的眼里 勤满了泪水 夏剑成看着老板心里难受 他也不是滋味 好久了他才小声地说 听说赵红回来了 他好像去的也是富川市 你说他 是不是和咱家混小子 在一起 胡说八道 孙岳娟嘴里虽这么说 但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夏则成长出了一口气说 为了这混小子 你就别再顾面子了 晚上去趟赵红家 打问一下 如果真像我说的一样 你也就别再吭声 孩子大了 我们也管不住了 唉 当初我还跑人家 赵红家说这道那的 这张老脸不要了也罢 孙岳娟唉声叹气 悔不该当初对赵红说那样的话 农村的叶纳才叫一叶 黑得不见五指 赵红坐在房间里 正在看一本有关蔬菜种植的书 他这趟富川之行 可收获不小 不但学会了大棚种植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 他送到省城农学院 帮忙检测的报告也出来了 他同学说了 西平村这种土质 最适合大棚的栽培种植了 忽然 院子的墙头上 有一样的响动 赵红慌忙站了起来 对着院子里轻声喝道 谁 黑影一闪 人已经进了屋 灯光下 网友才一脸的笑 深秋季节了 这小子还为了在赵红面前显得精神 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黑色皮鞋虽然擦得油光增亮 但让他肥胖得两只大脚一撑 显得并不好看 网友才 你属狗的 放着大门不走 爬沙墙头 小心我喊人 打断你的狗腿 赵红美好的心情 瞬间被人破坏得荡然无存 别啊 姐 下次不敢啊 如果真有下次 你不用喊人 直接打就是 网友才嬉笑着 不请自作 赵红对这人 真的一点好感都没有 他脸色一变说 谁是你姐 搞清楚 如果不是王姓 我才懒得认识你 快说吧 有啥事 说完滚蛋 赵红对网友才一点都不客气 看着脸前越发漂亮的美人 对他如此态度 网友才脸上都免有点挂不住 他摇了摇头说 嫂子 听说你要在咱村中大棚 我王友才也入股 还有我们家哪块河边的地 给你免费使用 条件挺诱惑 赵红其实还真缺资金 要说王友才家的哪块地 还真是块好地 但他赵红不是那样的人 他是不会接受这人的任何东西的 不用 钱我有 地 村里不是有公有地吗 我租就行了 赵红冷若冰霜 眼睛根本都不看王友才 一时间 弄得王友才竟无话可说了 屋内的气氛干大极了 红啊 你下沈来看你了 就在这时 赵红的婆婆 领着岁月娟走了进来 慌得王友才急忙站了起来 连声说 沈 我刚来 你们聊 我先走了 情况来得忽然 赵红也是一脸的尴尬 岁月娟脸上的颜色微微一变 看着王友踩远去的背影 赵红婆婆嘟弄了一句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赵红的婆婆王巧花 是一个老实本分人 她对这个村长家的三少 一点好感都没有 人要是长得丑点也算了 可这家伙一肚子坏水 赵红看了一眼孙岳娟 心里难免不好意思 小声地说 夏沈来了 孙岳娟微微一笑说 是不是沈来的不是时候 要不改天吧 你人就是这么鸡肠不渡 心里想什么一点也藏不住 唉 看你说的 咱们邻里邻居 还客气个啥 你先坐 我到前院把大黄狗牵过来 王巧花一言给予 说玩笑着走了 赵红让孙岳娟坐了 这才陪着小新问道 夏沈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尽管开口 孙岳娟这才想起 自己是干啥来了 刚才一看到 王友才和赵红俩人单独相处 心里多少有点不好受 虽说她儿子跟人家没有什么约定 可女人就是这点小心眼 赵红 神问你 你是不是知道夏沈在什么地方 孙岳娟两眼紧盯着赵红 唯恐赵红说谎似的 一提起夏沈 赵红心里真是恨死这个人了 一走大半年 一点音讯也没有 还说喜欢她 明显是这小子在撒谎 讨她开心 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难能知道 赵红说着 脸色微微一变 孙岳娟往赵红身边挪了挪身子 这才小声地说 你不是也去了傅川市吗 难道你们还真没联系 再说了 我和你夏叔也想通了 你们的事 我们不会再管了 孙岳娟的话让赵红神情一震 这是她最想听到的话 可是她真的不知道下践在富川市的什么地方 如果没有确切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想要碰到 那比大海里捞针还要难 赵红虽然没有说话 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孙岳娟 她真的不知道 从赵红家里出来的王友才 越想越生气 他不管怎么说 也是村长的儿子 这个赵红就算不看僧面 也还要看佛面 没想到 自己的热脸蛋 还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都是这个陈贵 他妈的混蛋东西 出的什么臭主意 王友才一脚踢开了陈贵的房间 这小子举着一本西香记 正看得津津有味 一见王友才怒气冲冲的样子 就知道这家伙肯定又碰壁了 你他妈的以后 别给我出这种臭主意 一个小寡妇 有什么了不起 我堂堂王友才也算是男子汉 跟你低声下气 没门 王友才咆哮着 样子有点吓人 陈贵慌忙翻身下床 笑着说 别气 他一个女人家家的 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说说看 我的臭主意 哪里不好了 陈贵说着 给王友才点上一根烟 美美地抽了一口 王友才 这才把自己如何到赵洪家 被赵洪冷落的事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陈贵眨巴着小眼 一直在听 等王友才说完了 陈贵这才压低了声音说 咳 主动权又在你手里了 你今晚没有白去 放狗屁 被人骂成这样了 你还这样说 小心我揍你 王友才瞪了一眼陈贵 陈贵往王友才耳边一靠 小声地嘀咕了一通 王友才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第二天晚上 人们刚吃完饭 村委会的大喇叭 先是放了会音乐 紧接着就开始喊 宋方 赵洪 请到村委会 喊话的又是陈贵 村民们猜想着 这好久了喇叭没想过了 怎么赵洪一回村 大喇叭就响起了 而且 这通知开会的人里面 竟然还有赵洪 多嘴的人 又开始嚼舌头了 反正是说什么的都有 正在和大伙闲聊的张二 听大喇叭这么一喊 他立马来了精神 赶忙招呼陈二牛说 二牛 咱们也去听听 正觉得无聊的陈二牛 一听郑重下怀 立马领着几个年轻人 和张二一起 摸到了村委会的大院内 透过门缝 村委会的办公室内 围着一张大桌 坐着王德贵 陈贵还有宋方 下手坐着的正是赵洪 今晚的他 虽没有怎么打扮 看上去还是那样的迷人 好了 人都到齐了 那咱们就说说 赵洪租村里公用地的事 王德贵首先发话 炎然一副村长的样子 宋方看了一眼赵洪 心里有点不服气地说 租就租吧 只要啃出钱 放心 我租地肯定会出钱 绝不占村里一分钱的便宜 赵洪针锋相对 一点也不给宋方面子 陈贵自从坐在哪 眼睛一直都在看赵洪 他没有想到 这女人是越变越漂亮 怪不得迷得 网友才是死去活来 王德贵瞪了一眼 陈贵 干咳了一声 陈贵这才收回了 色迷迷的眼神 亲了亲嗓子说 赵洪嫂子要租村里的公用地 按理说这是好事 但是这地 还真不能租给你 什么 为什么不能租给我 是我不给钱 还是我不是西平村的人 赵洪一听 急了 这可是他计划好了的 而且他打问过了 这片地一直荒芜着 根本就没有人租 王德贵看了一眼赵洪 慢条思理的说 这地是村里的 村委会有权租给别人 但租给谁 这要看谁先租 因为你比别人租得晚 所以这地已经租出去 我不信 拿出租赁合同来 总不能空口无凭吧 赵洪又起又急 这地要是真租不下来 那明年 他的大棚往哪盖 院子里看热闹的张二 忙问陈二牛 这地没人租吧 好像一直都慌着 租个蛋 这地送人都没人要 沙滩地 干得要死 种啥啥不活 明显是骗人的话 无非就是想让赵洪 多出价钱 陈二牛晃动着脑袋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屋内的气氛有点紧张 陈桂看了一眼赵洪 转身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拿出了一页纸 然后往赵洪的面前一推说 这是租赁合同 你看吧 赵洪一把拿了过来 不看则罢 一看怒火不由的网上就窜 原来这地竟然被网友才租去了 而且是十亩地一起租 每亩只有三十元 一年三百 租期还是五年 这明显是这伙人在一起搞的鬼 赵洪看的落款时间 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好啊 你作为村长 竟敢以权谋私 我明天就去告你 赵洪终于没有忍得住 他手指着王德贵 一副怒火攻心的样子 王德贵没有想到 赵洪竟敢对他如此无礼 当了这么多年的村长 还是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骂 他铁青着脸 冷冷地说 别太过分了赵洪 我始终让着你 看你是我们王家的媳妇 而且这么年轻就失去的丈夫 这租地 任何一个西平的人都有优先权 你有 王有才也有 难道他是我的儿子 就不能拥有这个权利了吗 王德贵不亏是多年的老村长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 而且听起来都非常在理 哼 我不要你可怜 只要你一碗水端平了 不要再祸害西村了 赵洪怒火未消 说话一点都不留情面 他这句话 可犯了重怒 陈桂立马反击道 祸害西平村 谁祸害了 你可得说清楚了 否则今晚咱们没完 我陈桂可不是好惹的 还好意思说 砍了西平村祖夜留下的杨槐树 说是修路饮水 修了什么破路 还有 这都年底了 这水饮到哪儿去了 还有村上的流金流向 你们给村民公布过吗 嘿 这个赵洪 不亏是读过书 见过世面的 她的每一句话 都如同铁钉一般 定在了王德贵的心上 对呀 这是必须得给村民一个交代 院子里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 王德贵的脸黑得像锅底 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咚咚咚咚 一个黑影冲进了村委会的大院 不等看清 滑 办公室的门已被她一脚踩了开来 室内本来就气氛紧张 经着人一弄 王德贵近乎疯狂 她大喝一声 你们想造反吗 这是她一直对不服她领导村民的口头语 你这个臭娘们 开什么狗屁会 咱家宝宝上吐下谢 医生说要赶快送是人民医院 晚了就来不及了来人根本不理王德贵 而是直冲宋芳 大家这才看清楚 这人不正是王立军吗 原来是孩子生病 他来找老婆 宋芳一听哇的一声 竟大哭了起来 他一边往外跑 一边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什么 快发动拖拉机 你和一起去室内 人命关天 可马虎不得 王德贵用命令的口气 对陈贵说道 陈贵眼珠一转 应了声 好礼 其实他心里暗骂 你想表现就表现呗 干嘛还要拿上我 原来西平村公有财产中 这台拖拉机是最值钱的 平时都成了王德贵的专有作家 别人想摸上一下 都要看王德贵高兴不高兴 赵宏本来憋着一肚子的火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可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转眼间 村委会已是空无一人 大家都跑去王立军家了 这就是淳朴的农村人 第二天 赵宏从王沈嘴里无意听到 王德贵并没有去市内 这让他原本平息了的怒火 再次烧起 什么人啊 作为一村之长 只想着自家的利益 不行 我要去告他 告这个不可一世的王德贵 平阳镇 管辖五十多个行政村 和十多个自然村 共有人口五万多 特点是村民普遍都穷 李镇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体型偏胖 头发稀少 这会儿他正在看平兜日报 这公事干得他一点都没上进心 再说了 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了 平稳退下 就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咚咚 两下不等他吭声 门已经被推了开来 赵宏拎这个小包 挤不夸地进来 大方地坐在了他对面的椅子上 李镇长用手扶了一下眼镜 原本有点生气的他 一看到艳丽照人的赵宏 立马笑着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 找我是否有事 李镇长尽量保持着斯文 听人说 这家伙发起脾气来 满嘴的脏话 没事鬼才找你 赵宏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然后冲李镇长一笑说 我不是哪个单位的 是西平村的村民 名叫赵宏 等等 你是西平村的 李镇长打断了赵宏的话 他有点不相信 这么美丽的女人 按道理应该做机关单位才对 怎么会是西平村的村民 他有点不太相信 赵宏微微一笑说 是啊 我是来告王德贵的 哦 告村长啊 告他什么 要说别人我不太清楚 这王德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在西平村也算是一号人物 别说他管理西平村这么多年 就看眼前 他修路银水 这可是造福子孙的好事 这么好的村长 你还告他 就不知你告他什么 李镇一听 赵宏要告王德贵 心里还是非常的吃惊 赵宏一听 心里已凉了半截 不过来了 就算在老虎的屁股上 摸上一把也行 王德贵乱罚树木 所得款项不明 饮水工程至今还没有开工 他利用职权 私自把村里的公有土地 承包给自己的儿子 赵宏本来写了手稿 但一看这个李镇长这样的态度 他干脆说说算了 免得浪费自己的感情 李镇长用笔在纸上写着 画着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这要是别人 早被他弄走了 可对赵宏不敢 他觉得这女人很不一般 过了一会儿 李镇长慢条思理地说 你说的这些 要有证据 方便的时候 我会派人到你们西平村调查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不会放过他王德贵 但要是这些都不是真的 你这就是诽谤村长 我不会干胡乱栽赃的事 如果你们要调查 请尽快 如果我等不及 我就直接到市场去告 赵宏一听 这个李镇长还给他施压 不由的心里有点不舒服 丢一举 起身就走 李镇长愣了一下 心里想 这个女人很有个性 这真要是告到市场 不行 最近这方面抓得紧 李镇长赶忙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王德贵去了烫镇上 一回来 怒火直冒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赵宏竟然敢去告他 这在西平村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被女人给告 陈月琴拉着王友才的手 轻轻地走进了堂屋 小声地对王德贵说 孩子来了 你别发火 有什么事你们父子俩好好说 说完识趣地退了出去 他是聪明人 觉得王德贵发这么大的火 肯定事情不小 你这个孽障 村里的哪笔钱 你什么时候缓 过两天镇工作小组的人 要来调查 王德贵虽然压低了声音 但听得出他内心的焦急 网友才不以为然地说 调查就调查呗 几个镇上来的人 有什么好怕的 这是交给我和陈贵 替你摆平不就得了 你放什么狗屁 这是如果彻底不解决 有可能会弄到室内 你也能摆平吗 王德贵没有想到 王友才竟然是这个态度 陈贵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他一坐下 就忙着问 书 出什么事了 大姑这么急把我叫来 这个赵红把咱们给告了 王德贵咬牙切齿地说 陈贵心里不由得一惊 这要不是自己出臭主意 让网友才租了村里的那片地 说不定这赵红是不会去告他们的 这村干部的甜头他才刚尝到 这要是被告倒了 他可就亏大发了 陈贵眼珠子乱转了一会儿 不由得记上心头 他小声说 书 这是都有哪片地儿起 要不咱们把哪片的让给赵红 让他来租 说定这事就可以过去了 都是你们俩瞎胡来 这下好了吧 不过这个女人得自治了 否则整个西平村还放不下他了 王德贵看着陈贵 他是想把这个皮球踢过去 陈贵果然生动老村长的心思 他立马站了起来 笑着说 书放心好了 这是我来办 王巧花正在和赵红唠嗑 当他听说赵红把王德贵给告了时 脸色不由地微微一变说 孩子这回你可闹大祸了 这个王德贵你不能告 这一告你就得罪了他们整个王姓人 你说他们做的哪些事 村里谁人不知 但大家为什么不去告他 老人还想往下说 赵红缠码打断了他的话说 妈 现在不同以前了 这是我心里有底 绝不会连累到你和爹 你放心好了 唉 这一家人 说啥连累的事 我问问你 你到底有啥打算 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哪天晚上夏贱他妈找你啥事 你和夏贱这小子是不是还有联系 王巧花一脸的忧虑 他这个儿媳妇比亲闺女对他还要亲 一听到夏贱两字 赵红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这是做什么孽 他怎么就对这个混账东西念念不忘 可人家说不定早给把他忘了 看着赵红一脸茫然的样子 王巧花无奈地摇了摇头 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想着以前 他和夏贱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赵红的心醉了 忽然 前任传来了 婆婆王巧花着急的声音 别进去了 陈贵 赵红他不在家 刚刚出去了 神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要不让我进去瞧瞧 陈贵显然不相信王巧花说的话 就听王巧花喊道 大黄 看住后院的门 没有我的同意 你尽管咬 只听汪汪两声 这家伙还真听话 后院的赵红听到了这里 不由地笑了 好好 不进去行了吧 放狗干啥 真是的陈贵边说 边是远去的脚步声 陈贵来找我干啥 难不成赵红的心里不由得一缩 创业集团正好就在这商大厦的八楼 夏剑站在楼下 回想起当日他被小保安王六金追打的事 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今天可是他第一天上班 绝不能想思乱想 夏剑整理了一下思绪 举步便朝自动玻璃门走去 滑 门开了 这种昂首挺胸 走进去的感觉真爽 唉 等等 一个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 夏剑停止脚步 朝后一看 这一看 差点把眼珠子掉了出来 身后瞪大双眼的小保安 不是别人 正是王六金 这小子不是犯事吗 怎么还敢来这儿做保安 夏剑的脑子迅速地转动着 可他就是想不起这里面的原委 王六金 眨巴着小眼睛 他哼笑一声说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不做水果生意了 这家伙一脸的坏笑 仿佛又在说 这种地方不是你来的 夏剑墙压着心中的不快 笑着说 我怎么不能来 你都能来 你哪件事 别 别套近乎 我不认识你 记住了 你一大清早来这儿干吗 王六金打断了夏剑的话 便连笔翻书还来得快 我来创业集团上班 夏剑心里暗暗发誓 等我有空了再收拾你 不可能一句不认识 就想过关 王六金把夏剑 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嬉笑道 清洁工还是修理工 你就别骗人了 好好卖你的水果去吧 这个王六金真是狗眼看人低 不但嘴里说着 手也来拉着夏剑 意思是赶快滚蛋 夏总真早 你这是 周立一身职业妆 从大门里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他一脸的不解 夏剑笑了笑 尴尬地说 这人家不让上去 王六金一见周立 忙笑着说 您可以上去 他不行 周立看都不看王六金 竟只走到前台前 跟前台的女服务员 一阵嘀咕 不大一会儿 电梯门哗啦一声开了 走出来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美丽女人 黑色西服 黑色短裙 还有黑色的丝袜 夏剑几乎看呆了 王六金一见 忙松开了 拉着夏剑的手 只对美丽女人 点头哈腰道 王秘书早 漂亮女人 理也没理王六金 只是跟周立 打了招呼 然后直走到夏剑身边 轻轻一弯腰 微笑着说 你是夏总吧 不好意思 我下来晚了 我是萧总的秘书王林 以后也就是你的秘书 王六金一听 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小子明明就是卖水果的 怎么摇身一变 竟成了创业集团的老总 这不是开玩笑吗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她不信也得信 夏剑冲王林微微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昨天在病房 萧小没少教她 让她如何处理公司事务 细微道跟下属的相处 这种不轻易说话 恰恰会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保安跑了过来 笑着问王林 怎么了 王秘书你们站在这儿 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张队长 你来得正好 这是我们创业集团新来的夏总 你叫你们保安眼睛亮点 别再发生不让老总上楼的事了 王林语气非常的不友好 保安队长立马冲下渐进了个礼 然后笑着说对不起夏总 然后一转身 狠狠地瞪了王六金一眼 夏建墙按住内心的狂喜 一声不吭地朝电梯走去 周立和王林赶忙跟上 这架势真的很牛 坐在老板大转椅上 看着宽大而又整洁的办公室 夏建之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 而且这种梦 他从来想也没想过 咚咚地敲门声 打断了夏建梦游一般的思绪 他轻了一下嗓子 朝门外喊道 进来 门开了 王林轻步走了进来 走到夏建的办公桌前 这才微笑着说 夏总 这周立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这是你看着办 不用再请示我 夏建头也不抬 一脸的严肃 王林稍稍迟疑了一下说 那好吧 我就让他也做一些秘书方面的工作 坐在门外的秘书台 你有什么事 招呼他也方便 嗯 就这样 你让他进来一下 我有事要跟他交代 夏建炎然一副领导的模样 王林轻轻地后退了两步 转身就走 夏建慌忙抬头 看了一眼快要出门的王林 你说这么漂亮的女人 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 还不敢正眼看 还要装着 真是屈为我这夏总了 一想到此 夏建不由得心里好笑 周立敲门走了进来 夏建示意他把门关上 夏总 你找我什么事 周立微笑着一脸的恭敬 夏真一指面前的椅子 让周立坐下后才说 我没有经的你的同意 把你强行调了过来 你原本是经理 可到这什么职务也没有 历数还可能是个副的 如果有意见 就尽管说 你说什么 这集团公司的总部 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要不是你给萧总建议 我这辈子 能不能来创业集团的总部工作 还真是个未知数 你知道吗 到这儿可以学好多的东西 而一圆就那两刷子 周立说着 两只眼睛直盯着夏建 看着夏建 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女人看她的眼神 是越来越怪 夏建和周立算是老熟人了 所以说起话来随便多了 两个人画匣子一打开 就没完没了 不过她们聊的都是集团那个事 比如历数王林 听周立说她是萧小的得力弹将 人不但长得漂亮端庄 更重要的是她英语超级牛 正在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时 王林敲门走了进来 她看了一眼椅子上的周立 眉头微微一动 进而笑着对夏建说 夏总 九点钟是公司的例会 你得参加 主要是让公司的其他领导认识一下你 至于要谈工作方面的事情 我来应对就可以了 哎呀妈呀 这么重要的事 差点还得忘记了 这都是萧小给她交代过的事 夏建一拍脑袋 急忙说 好的王秘书倒是一起过去 这倒是真的 如果没有人领 这会议室的门朝东还是朝西 她还真的不知道 王林点了一下头 笑着说 好的夏总 她刚要转身 又对周立说 你也一起立席会议吧 记着戴上纸和笔 会议的重点必须要记录 下来 我教你怎么写会议纪要 周立慌忙站了起来 有点欣喜地说 好的 谢谢你王秘书 夏建看到了 周立的求知欲望 她也该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把自己充实一下 总不能每天只知道 看美女 看有什么用 再美也都是别人的 宽大的办公室内 资料分门别类 摆得很全 夏建先找了一本 有关创业集团的内刊 上面只要是介绍 创业集团的由来 以及创业集团下属的几个分公司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原来这个创业集团 还真不是吹的 光下属公司 就有十几个 涉及贸易 餐饮娱乐 进出口加工 竟然还有矿产资源的开发 夏建不由地想了起来 哪次从里里冒险 难道是萧小 和这矿产开发有关 也不对呀 既然是创业集团搞的开发 萧小应该光明正大地去 干嘛还要偷着去 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 夏建是想拓了头 也想不出个子丑银毛来 看来 要想干一番事情 必须要有自信 而且要肯去做 不一会儿功夫 夏建已把创业集团了解了个大概 谁是副总 谁负责什么 不好记得 夏建还做了笔录 尤其是几个副总的名字 和他们的职责范围 夏总 开会时间到了 王林敲了一下门 把头探了进来 咚咚咚咚咚 夏建只觉得心速在加快 王林领着夏建 推开门的一瞬间 夏建被会议内的一幕 震惊的心都差点跳了出来 宽大的会议室内 摆着一张椭圆形会议大桌 围着桌子 坐了足足二三十个男男女女 一个个精神抖擞 衣着画衣 在这些人身后的椅子上 又坐了十几个人 看来是位置有限 这些人只能坐在后面了 这种规格的会议 夏建只在电视上看过 没想到这一切竟然变成了现实 看来创业集团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王林挨着夏建坐下后 看了一眼全场 这才打开了桌上的麦克 提高了声音说 各位公司的事 这位坐在我身边的是 创业集团临时负责人 夏总 大家掌声欢迎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 几个年长的一边拍手 一边交头接耳 看得出 他们对夏建 这个所谓的总 还是不甚满意 王林帮夏建掉了吊桌前的麦 示意夏建讲话 刚才进来时 他可紧张死了 这一坐下来 他的心情平静了不少 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 想着我夏建是谁 死都不怕的人 难道还会怕这些活人 各位公司的同仁 小总因受伤 暂有本人代理他的职务几天 这日是几天暂定 按情况而弄 我只不过就是临时的 但是 我所行使的职权 可不是临时的 和萧总同等 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 还请各位多多配合我的工作 夏建的语调平缓 吐字清晰 丝毫不带紧张 他的话刚一完 会场内自然是一阵掌声 夏建悄悄地在衣服上 是擦了一下手心的汗水 暗自庆幸他刚才的讲话 没有露出怯场的样子 否则他接下来的工作 就更难做了 王秘书 还有各位公司的其他领导 本人就不明白了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 怎么能随便指定一个老总 而且大家都看到了 他这么年轻 真的能够指导 我们今后的工作吗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忽然发话 此人身材高挑 应该在一米八级左右 两道浓眉 最引人注意 夏建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该来的还是来了 此人一发话 原本平静的会议室 顿时人生沸动 大家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王林一看 觉得差不多了 用手里的笔记本 重重地在桌面上拍了一下 人声悄然而止 他大声地说道 行政部张经理 把刚才扰乱会场纪律的所有人 都给我记下来 不论是谁 按情节轻重 记过一次 扣罚本月奖金 会场内顿时鸦雀无声 夏建不由地侧身鞋 看了王林一眼 就听王林继续说道 严正森副总 你也算是创业集团的元老级人物了 萧总制定的公司制度 你难道忘了吗 我这里有萧总 亲笔签署的代理手遇 你要不要看他 严正森 创业集团副总 主要负责东平矿业 一听名字 夏建立马就想了起来 公司内部资料上有介绍 不看了王林续 既然萧总的安排 刚才就算我多言了 严正森说此话时 脸上的颜色一白一红 看得出 他是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好个王林 一不做二不休 他立马说道 既然严总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那就计小过一次 扣罚二百元 从本月的工资里扣除 张经理你可要给我听好了 下来立马出文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扶了扶厚厚的眼镜 声音洪亮的印导 知道了王秘书 行政部经理张乐 你三十二岁 夏建的大脑里 对照着资料上的介绍 这些关键人物 他必须一个一个的记住 哼 一个集团公司 不按公司法章承办事 而是老总什么说了都算 又是一个不怕死的 此人也就三十多岁 中等身材 他应该叫张成林 夏建记得确实没错 王明不等张成林说完 立即说道 采购部张副总 我本来是想等会议结束了 再去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竟然坐不住了 那好 你的事情现在就处理 我能有啥事 不会也是扰乱会场秩序吧 本月工资全扣完 我该说的还是要说张成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这怎么弄 如果再跳出一两个这样的 这会还往下开吗 夏建的心里不由地打起了鼓 这是开会 如果是打架 他早都上了 王林从资料夹里面抽出一张纸 看了一眼大声说道 张成林 你在任职公司采购部副总期间 虚报出差费用 和某些相关供应商暗中勾结 故意抬高采购成本 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3万多元 我说的你没有必要反驳 一会儿到公安局去交代吧 王林的话一完 张成林顿时缩成了一团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尾巴早都被公司给踩住了 会议室再次炸了锅 大家议论声响成了一片 夏建不由地对身边这个女人 更加佩服有加 肖小看来只是给他一个秘书的头衔 其实他所行使的 就是老总的权利 这一切看来他是早有准备 忽然 夏建发现 坐在他们斜对面的张成林 悄悄地站了起来 呈大家不注意时 他猛地抓起了脚下的椅子 不好 夏建已意识到了他的图谋 双手一撑桌面 带有轮子的椅子随机向后滑行 然后单掌一拍桌面 人已到了桌子上面 会议室所有人的眼光 全都集在了夏建身上 大家可能都在想 这新来的老总上桌干什么 不会是发神经吧 说时迟 那是快 张成林手中的椅子 夹带着一股进风 迎头披向王林 看来这家伙把一切的怨气都归根到了王林身上 啊 有些胆小的同事被吓得叫了起来 王林一时也傻坐在了哪里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张成林会对他下如此死守 桌面上的夏建不是上来发神经的 就见他右脚一提 迎着张成林手中的椅子横扫了过去 只听啪的一声 张成林手中的椅子被夏建一脚踢着改变了方向 而且方位特别准地越过了人头 哗啦一声摔到了墙角处 呆若目击的张成林 手里只握着椅子的两个手柄 大家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这场面简直就是看电影 那是开早会 可能是夏建的神威吓住了张成林 他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敢动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夏建 唯恐夏建飞起一脚 把他也给踢飞了 这个时候 就要看谁最镇定了 就在大家惊慌不定时 行政部的张经理 已带了两个保安走了进来 夏建一挥手 张成林老实地被两个保安架走了 夏建这才从桌子上跳了下来 立马对张经理说 给公安局打电话 话语很简短 但听着非常威严 好的夏总 这是就交给我了 张经理应了一句 转身走了出去 惊魂未定的王明 感激地看了一眼夏建 他没有想到 夏建还有这么好的身手 事情已到了这一步 他夏建不说话也就不行了 打开了麦克的开关 夏建提伤了声音说 各位同事 没想到今天发生了这样一幕 不过大家要清楚 张成林的这种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不单单只是损害公司利益的问题 他这是在犯罪 大家要引以为戒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会议室的所有同事 一同回应了一声 这声音震耳欲聋 夏建用余光扫了一眼严正森 发现他也不情愿地嘴角动了动 大家还有事要义吗 夏建这一句是故意问的 结果还是一口同声 没有了 这个时候 谁不长眼 还敢说话 散了会 回到办公室时 夏建这才发现 刚才一脚 把自己也给弄伤了 黑色皮鞋 也被擦掉了一块皮 脱下鞋子一看 哎呦 前脚内侧 也肿了一大块 看来取不离口 全部离手 说的还真有道理 这段时间 自己对脚上的功夫 还真没怎么练习 门开了 是王秘书 他顺手一带 便把门关了起来 刚才吓着你了吧 夏建慌囊 放下手里捧着的脚 强忍疼痛 微笑着问道 王林点了点头 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 尝出了一口气说 好险啊 多亏有你 还是我大意了点 没有听萧总的安排 怎么说 夏建一脸的不解 难道这个萧小有通天的本领 早知道会有今天不成 王林把手里的一个小瓶子 放在夏建的桌子上 理了一下 微乱的头发 定了定神 这才说 严正森和张成林是胡鹏狗友 在集团内相互支持 做了不少有损集团利益的勾当 萧总早就知道 他不在 这两人肯定会跳出来闹事 让我动张成林时 提前做好准备 可当时我一急 就把这是给忙了 王林有点后悔的摇了摇头 没想到公司的老总这么难做 看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听老总的 不过萧小安排了这招杀机给猴看 那个严正森最起码会老是一段时间 最好是在自己任职的时候 别再捣乱 夏建想着 不禁摇了摇头 王林看了一眼夏建 微微一笑说 没想到夏总这么年轻 还有这么好的身手 看来我们萧总选人 一般都不会错 今天这事 要是换了别人 这会儿我不知道躺在哪了 成熟女人的微笑 更加有杀伤力 王林由于刚才的惊吓 现在的她 就如一只受了伤的小鸟 处处要人呵护 夏建顿时觉得自己就是英雄 面前的这位就是美女 英雄就美女 有何不可 一激动的夏建 呵呵笑道 我没其他本事 就是看不惯别人横行 尤其是以强气弱 说着 大英雄主义就上来了 右脚在桌下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 哎哟 夏建忍不住叫唤了一声 这多丢人 刚才还说大话 这会儿就喊痛了 对面的王林立即站了起来 抓起桌上的小瓶子 绕过办公桌 直接走到夏建的身旁 温暖地说 来 让我看看 那眼神 那语气 就算是一块钢 也会被融化 夏建心里立马跳出一个声音 混蛋 你是谁呀 竟敢胡思乱想 你现在可是集团的代劳总 人家可是你的秘书 夏建立马坐直了身子 一脸严肃地说 没事 你忙你的去吧 王林根本就不听夏建的 蹲了下来 一把抓起夏建的脚 我的天 我夏建二十多岁的人了 除了自己的老妈以外 还是第一次被女人这样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夏建浑身都酥软了 等他反应过来时 鞋子和袜子 已经被王林脱掉了 夏建有点勉强地 从嘴里挤出两个字 不用 不用啥 都肿这么高啊 王林说着 把手里的药平嘴一按 一股白色的液体 便喷到了受伤的地方 麻嗖嗖的凉意 迅速扩散了开来 脚上的伤痛 减轻了不少 夏建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 门滑地被推了开来 周立一步跨了进来 她当场就惊呆了 只见夏建被靠在老板椅上 双目紧闭 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 而美丽的秘书王林 只露出个头 蹲在她的腿前 孤男寡女 一个强壮少年 一个美丽少妇 而且还是这一幕 难免会让人有所下想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了下来 办公室的气氛 刚大到了极点 坐在转椅上的夏建 也是一脸愕然 她不知道 该说句什么 一层红韵在周立的脸上迅速扩散 忽然 她一转身 冲出了夏建的办公室 身后传来了关门的碰撞声 王林站了起来 神情非常自然 她笑了笑说 夏总 这要记着按时喷 今天下班 我会让司机送你回去 不用了吧 一点小伤而已 在女人面前 夏建最爱面子 王林从桌面的纸盒子里 抽出两张纸 轻轻擦了擦她白嫩的小手说 不是小伤 你要知道 你踢飞的奶把椅子 可是塑胶和铁组合在一起的 这要换了别人 椅子踢不断 她的脚早都断了 再说了 让司机送你回家 不单单是你受伤的原因 而是你所享受的 正是萧总的待遇 有车接送自然好 这要是在他们平阳镇 就连镇长也没有这个待遇 想到这儿 夏建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 看来我夏建也有今天啊 刚要转身的王林 看了一眼 有点得意的夏建 提醒道 夏总 你是集团的老总 做什么事 都应该有个规矩 进出你的办公室 都必须敲门 征得你的同意 才能进来 还有我想送你一句话 千里马长载 薄乐难寻 你可不要辜负了 萧总对你的栽培 王林走了 夏建有点傻了 人家刚才的一句话 直击她的要害 现在的她真有点忘记了自己是谁 更何况创业集团内部暗流涌动 她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浑小子 如果不加倍努力 不但会被人家轰出这张大厦 更重要的是她再无言面对老萧 东东 敲门声打断了夏建的思绪 她长出了一口气 坐直了身子说 请进 周立拿着一个资料夹 快步走到她的面前 把资料夹往她的面前轻轻一推说 夏总请签字 嘿 这女人 怎么一转脸就这么严肃 夏建看了一眼周立 周立低着头 面无表情 夏建找了个没趣 只好低头看资料夹里面的文件 原来是人事行政部处罚张成林的通告 夏建看也没看 拿起笔 沙沙地签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名 这签字的感觉真爽 仿佛自己就是创业集团的老总 夏总 我提醒你一下 这个张成林我认识 以前经常来宜园玩 有一群富川式的混混朋友 他本人也是一个二杆子 火气上来了 就天地不怕 今天幸亏是你发现得早 否则 就算你的脚针是铁打的 那又如何 周立一边收拾资料夹 一边对夏建说道 有人关心是一件好事 被美女关心 那感觉就如同喝了蜂蜜的一样甜蜜 谢谢 刚才你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夏建刚说了一半 周立立马打断她的话说 刚才我什么也没看到 这女人 连个解释的机会也不给 不过有啥好解释的 有必要解释吗 夏建自问自答 觉得有点好笑 这么一折腾 都快中午了 夏建心里想 这创业集团这么大 到底各个部门长什么样子 她得了解一下 否则接下来怎么开展工作 她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准备让王林带着她走上一圈 但转念一想 不行 一来王林早上受到了惊吓 这二来吗 还是自己不动声色的走走看 人家康熙还微服私房 自己在本公司都不敢走动 那还不如早点回去算了 出了办公室 夏建直奔七楼 七楼是创业集团的职能部门 比如人数最多的行政人事部 就在这层 躺大的一个办公室 全是一个个小格档 一人一张桌子 既方便彼此沟通 但对方工作时又不互相影响 这样的场面 夏建可能还是第一次看到 可能是快到下班时间了 整个办公室显得有点随便 除了有人不停地走动 还有人在焦头接耳 门口处 两个小女孩正坐在一起摇耳朵 只听其中一个说 听说今天来的夏总人 不但长得帅 而且还有一身的好功夫 帅个屁 听说是农村来的 还不是农宁宫一个 另一个有点不屑地说 夏建一听 一步跨了上去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章节目